第八百四十一章一十二鸟 宋卿书对裴曼皇后当然不会有什么感情 两人之间充其量只不过是那什么有的关系 只不过裴曼皇后的安危关系着日后能否顺利就出晚医院那些人 目前来说还不能出事 赵胡二和赵媛媛就更不用说了 他们是宋卿书这次冒险最大的回报 所谓的回报并非他们的身体 而是他们是为二保持着少女清白的宋朝公主 当然想到那晚两个少女湿润柔软的嘴唇 严格说起来他们也没那么清白了 有了他俩这层关系 宋卿书以后就能趁机和宋国皇室搭上线 要知道如今金蛇银虽然蒸蒸日上 但周围全是些实力强大的帝国 要享有生存空间 光靠打仗肯定是不行的 还需要纵横摆和处理好与各国的关系 如今金蛇银与卿国停战 宋卿书与辽国高层之间的私交良好 在金国这边的布局也渐渐有了起色 那周围唯一剩下的强国只有宋了 之前宋卿书大破清国远征军 顺势占领了山东全境 将清国的版图一分为二 导致满清淮南江苏一带的地盘成了飞地 尽管那里还有离可秀驻扎的十万绿营 不过明眼人都知道这块肥肉注定要被强龄吞并 宋卿书已经暗中派了交往而南下暗中布置一切 再加上自己与李源子的私交 算起来金蛇银已经占的先机 只不过对这块肥肉虎视眈眈的并非金蛇银一家 宋国也想趁机分一杯羹 一个不好 这块肥肉很可能引发金蛇银与宋国之间的大战 不管是从民族角度来说 还是从个人意愿 宋卿书都不愿意看到这一切的发生 而这些宋朝公主 则提供了一个解决着问题的契机 姐夫 我先走了 你要记得我刚才的那些话 完颜平临走时依依不设的眼神 看得宋卿书恨不得将他重新搂到怀中肆意联席一番 不过想到如今时间地点都不太合适 唯有作罢 宋卿书不禁暗暗感叹 唐阔辩这个小姨子当真是对他没话说 难道连上天都无法容忍唐阔辩这逆天的好福气 这才提前收了他的命 咦 说起这种好福气 我的福气好像比唐阔辩好了很多啊 为什么我没事情 呸呸呸 也有我是穿越众 命硬得很 驸马爷 驸马爷 我们家王爷请你入府用膳 宋卿书正在沉思之际 早有海陵王府的下人跑了过来 哦 好 宋卿书突然心中一动 自己不是正担心晚医院的调查 同时营救那些公主的计划也没想好吗 这里不是有葛县城的帮手吗 宋卿书脑中仿佛灵感爆棚 快速地寻思着 很快便模模糊糊想出了一个一十二鸟的计划 唐阔兄和小姨子聊什么聊得这么久呢 不知不觉宋卿书已经被海陵王府中的下人领到了用膳大厅里 完颜亮注意到他魂不守舍的样子 忍不住哈哈笑道 让王爷见笑了 宋卿书抬起头来 注意到图丹靖也在 急忙醒了衣礼 见过王妃 图丹靖唯唯一笑 都是一家人 驸马不必多礼 他的本意是指完颜亮与戈壁算得上是堂兄妹 那么双方的确也是亲戚 这样自然就是一家人 可完颜亮与宋卿书之前有了那个见不得人的约定 哥哥都是心怀鬼胎 下意识想到那方面去了 两人脸色同时变得古怪起来 宋卿书暗暗寻思 以前听唐夫人说她是被海灵王妃设计 方才师生给了完颜亮 可经过这段时间相处 这个海灵王妃气质素雅清秀 同时又出了名的一心相佛 实在不像唐夫人口中的蛇仙美人 这其中恐怕有什么误会 不过现在不是关心唐夫人的时候 宋卿书收敛心神 不动声色地看了图丹靖一眼 之前还有些抗拒完颜亮提出的交换 可如今为了那个一十二鸟的计划 自己得主动加快交换了 桌上三人各怀心思 很快便用完了早膳 完颜亮要进宫一趟 便顺势将宋卿书也拉了出去 宋卿书知道他要说什么 便和图丹靖告别 驸马慢走 图丹靖抿嘴一笑 嘴角露出了一个浅浅的梨窝 看得宋卿书心中一荡 这样文静典雅的女人 也不知道弄到床上去 会是怎样一种风情 一出了门 完颜亮便凑到宋卿书身边来小声说道 唐阔兄 上次我们说的事情 你琢磨得怎么样了 宋卿书假装露出一脸为难之色 犹豫了一半天方才说道 要不就今晚吧 今晚 完颜亮心中一跳 马上就变为狂喜 好 就今晚 这样吧 我今天就以感谢王爷开封的救命之恩为由 邀请王爷王妃到我府上做客 到时候我们在 王爷觉得如何 宋卿书眼住嘴 小声说道 好 就这样定了 一想到戈壁那美艳动人的郊区 自己今晚终于能得尝所愿 完颜亮整个人都激动了起来 看到宋卿书犹犹犹豫豫的样子 完颜亮差点忍不住脱口而出 唐阔兄将娇妻拿来当谢礼 本王很满意 不过一想到自己也要牺牲一下图丹静 完颜亮笑容就有些僵了 哼 只要我这段时间小心一点 一直瞒着近人 等那件大事办成过后 我就将唐阔便秘密处死 这世上还有谁知道这个秘密 这样一想 完颜亮的心情就又好了起来 宋卿书如今的修为 对杀气极为敏感 完颜亮刚才的表情变化没有瞒过他 不禁暗自冷笑 先让你的意一会儿 今天晚上才教你知道 什么叫做陪了夫人又这兵 两人又聊了一些晚上需要注意的细节 就分道扬镳了 一个人进宫 另一个则跑回家里做相关准备去了 完颜亮知道今晚的好事过后 走路的步子都有些飘了 等到了仁正殿看到上书令都元帅完颜宗贤 曹王左丞相完颜宗敏 右丞相完颜宗本 长盛王完颜元以及殿前都点减完颜特斯 这些中书高层首脑路陆续续赶来 方才意识到有大事发生 以这些人的地位 在宫中或多或少都有眼线 可是昨晚晚医院严密封锁了皇宫 他们的眼线没有一个人能传出话来 因此这些人没一个人能提前听到风声 卫王忤逆不笑 被朕杀了 金西宗出来后说的第一句话 变朕的全场人目瞪口呆 第842章7李子散 大殿里顿时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宁静 下面这几个巾帼高层纷纷面面相续 默默交流着内心的看法 卫王被杀了 老夫没听错吧 对啊 卫王是皇上唯一的继承人 皇上怎么会杀他呢 这背后是不是有谁在兴风作浪啊 听到这消息后 殿下这批人之中 只有两个表面悲伤 可微微上扬的嘴角出卖了他们快要压不住的喜悦 一个是长盛王完颜元 另一个则是海陵王完颜亮 长盛王完颜元当然值得高兴 他与卫王素来不和 而且他是金西宗的亲弟弟 卫王一死 皇帝没有其他子嗣 按照宗法他就是继承皇位的不二人选 想到自己将来要当皇帝 他能不开心吗 至于完颜亮 他虽然身为金国第三代中的老大哥 只可惜父亲是太祖的数子 因此考虑继承权的时候 所有人都没把他算进去 只不过完颜亮自认为文武全才 各方面能力超过其他堂兄弟一大截 因此心中对纳的位子也充满了渴望 若是卫王还在世 继承皇位名正言顺 他很难兴风作浪 可如今卫王一死 最后皇位落到谁手里 还不是个平本是麻 今天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 先是卫王死了 晚上还要去享用国色天香的戈壁 完颜亮急忙绷住了脸 免得笑出声来出了皇帝的眉头 接下来金锡宗开始和这群金国高层商量 如何平定此事 如何稳定朝局 已经怎么处理卫王的深厚事 包括安葬理由 对外宣称的死因等等 完颜亮在一旁心不在燕地附和着 心思早就飞到了今晚的约会上去了 宋清书回到了唐阔府中 听到他今晚要在府中宴请完颜亮 戈壁气得浑身发颤 不行 我绝对不会请那个杀人凶手到府里来 宋清书也知道有些难为他 毕竟他已经知道了完颜亮是自己的杀夫仇人 还要当个对方强颜欢笑 估计这天下间也没几个人能做得到 可是如今晚医院已经开始秘密调查 卫王被杀一案 赵胡仁赵圆圆姐妹肯定是第一个被审查的 以他们俩那种天真的性子 恐怕很难保守住什么秘密 唯一让宋清书觉得欣慰的是 裴曼皇后是一个做大事的人 他在宫里肯定也得到了消息 还有黄山女在一旁协助 短时间内应该能保护住那两个丫头 可谓王被杀何等的大事 宋清书猜测裴曼皇后顶多能扑延隔几天的时间 时间在场点他自身都难保 避问保护两个小丫头 宋清书必须在这几天内解决婉医院的问题 同时尽快将囚禁在婉医院的公主以及宋远桥等人救走 玩颜亮就是他想到的办法 而如今万事具备指线东风 他必须首先打入玩颜亮的核心圈子 方能实施后面的计划 如何能打入那个圈子 玩颜亮已经给出了答案 用戈壁去交换图单净 宋清书没法将自己要救婉医院囚禁的公主这件事告诉戈壁 毕竟对方是当今金国皇帝的亲妹妹 她很难不为自己的国家着想 而且站在她的立场 完全没有帮忙的道理 我知道这让你很为难 不过若是今天能替唐阔兄小小抱一下仇的话 你觉得怎么样 宋清书灵机一动 想到了另一个说服他的办法 怎么得报仇法 听到可以报仇 戈壁顿时来了精神 其实要替唐阔兄报仇说难也难 说简单也简单 大致上可分为两种办法 宋清书顿了顿 继续说道 第一种方法简单直接 平日里虽然玩炎亮身边高手无数 可今天请他到府上做客 应该是他身边护卫力量最薄弱的时候 只要你点一下头 晚上我就替你刺杀他 以我的武功 成功的机会还是很大的 戈壁摇了摇头 这样太冒险了 而且就算你成功了 刺杀堂堂一个王爷 金国上下肯定震怒无比 必然会派无数高手追杀你 而且还会引起金国与金蛇银的战争 我不能这么自私 让你牺牲这么大 这点牺牲其实我倒是能接受的 唯一遗憾的是恐怕再也没有机会和你双宿双七了 宋清书故意叹了一口气 谁要和你双宿双七了 戈壁被他的话弄得羞怒不已 你嘴上虽然不承认 可是你刚刚却下意识为我考虑 见我太冒险 便宁愿暂时放弃为丈夫报仇 宋清书感动地去搂住他的乡间 戈壁下意识躲开了 脸色有些不自然地说道 是你误会了 我这人天生心软 就算是指阿猫阿狗 我也不会任由他牺牲的 快说你第二种报仇方法 见他急忙岔开话题 宋清书也不继续逼迫他 完颜达到 第二种报仇方法要麻烦点 不过却能让完颜亮妻离子散 身败名裂 永世不得翻身 戈壁听得眼前一亮 如何才能达到这种效果 宋清书缓缓达到 完颜亮身为亲王 如果不出意外 可以子子孙孙享受荣华富贵 可有一种情况 却能剥夺他血脉中注定的荣耀 戈壁也不是傻瓜 被他这样提醒 脑中突然闪过一个词 造反 不错 只要完颜亮牵涉到造反 一旦失败下场绝对是凄惨无比 宋清书回忆这段时间 与完颜亮的接触 陈生说道 如果我所料不差 他如今正在密谋造反 可是我们没有证据呀 戈壁出身皇家 对这一套流程也很清楚 完颜亮为高权重又深的皇兄的信任 不可能因为一些捕风捉影的事情病他罪的 所以这段时间我才在刻意接近他 不出意外的话 过了今晚我就能彻底赢得他的信任 宋清书笑得有些诡异 为什么 戈壁被宋清书的笑容弄得心中有些发毛 宋清书并没有直接回答他 反而自顾说道 将他谋反的事情公诸于众 只能让他身败名裂 而今晚的事情就是让他欺离子散 也算先替唐阔兄收点利息 欺离子散 戈壁更迷惑了 海灵王妃和完颜亮感情素来很好 又怎么会一晚上就欺离子散呢 因为今晚请他吃饭是假 我和他私下交换 才是真 宋清书凑到他耳边说了一个词 弄得戈壁粉白的脖子疼地一下就红了 第843张粉毛切开都是黑的 你们俩怎么能这么无耻 戈壁用手指指着宋清书 气得浑身发抖 看着眼前如同青葱一般水嫩的手指 宋清书郁闷道 别把我和他混为一谈 这事是他提出来的 可是你答应他了 一样的无耻 戈壁这个时候有一种万念俱灰的感觉 伤心 失望还是心痛 他自己也说不出来 宋清书没有注意到他想岔了 自顾说道 这么好的机会 我当然要把握住了 要知道正常情况下 我是不可能这么容易获得他信任了 有这样一个捷径 我们为什么不利用 捷径 戈壁喃喃自语 最后欺然一笑 也罢 只要能替我果辣报仇 我牺牲一下又有什么关系 他的手指悄悄碰了碰藏在大腿根部的癥结位 当他知道真相过后 这柄早已树枝高格的匕首又被他重新藏在了身上 就是为了以备不时之需 你牺牲什么 宋清书一征 玄机反应过来 你不会以为我让你去陪玩炎亮吧 难道不是麻 戈壁紧咬嘴唇 指尖也深深地牵入了自己肉里 本来他心里对这个男人有一种说不清到不明的奇怪感觉 可如今他已经万念俱灰 什么也不想了 当然不是了 你愿意我还舍不得呢 看到他万念俱灰的样子 宋清书一阵心疼 急忙将他搂到怀中解释起来 我打算用一出礼带淘江之计 因为这件事太过伤风败俗 所以完炎亮和我约定 一定要瞒着各自的妻子 我们是这样计划的 先用酒灌醉你们俩 让你们回屋休息 当你们睡得迷迷糊糊糊之际 我们再来敲门 比如先来敲你的门 我在外面和你对话过后 实际进去的却是他 因为之前对话的缘故 再加上屋子里没点灯 你就会下意识以为进去的是我 然后他要对你做什么 你自然就由着踏实为 戈壁听得不寒而栗 又羞又怒地骂道 这种无耻下流的办法 是你们哪个混蛋想出来的 当然是完炎亮了 宋清书急忙义正言辞地说道 真的不是你的主意 戈壁狐疑地看了他一眼 当然不是我的主意 我哪有这么下流 死到有不死平到 宋清书连忙将一切的脏水 往完炎亮身上泼 老司机也有翻车的一天 太卑鄙了 太无耻了 戈壁显然被这种烟赃手段给惹怒了 整个人仿佛一只愤怒的词暴一般来回走动 宋清书不敢让他继续沉溺在这种情绪中 急忙转移他注意力道 完炎亮这计划虽然很精妙 可是也有一个天然的漏洞 那就是虽然屋里面的人不知道进来的是不是自己的丈夫 可进去的人同样不清楚里面的女人是谁 所以书才有了李戴桃江的机会 李氏书用其他女人冒充我 戈壁素来聪慧 很快便明白了其中的关键 不错 我会和他事先约好 为了不暴露秘密 以后能继续用这个手段 进屋后千万不能点灯被屋中人看见样貌 他以为我是怕他的身份暴露 其实我是怕屋里的女人身份暴露 你打算用谁替代我 戈壁脸色有些不好看 他绝对不愿意看到因为他的缘故 导致另一个无辜女人被完炎亮侮辱 放心吧 我在城里找了一个青楼女子 不会伤及无辜的 宋清书本来打算找葛类似如花一样 的人的 不过戈壁这样优美的身段 若是找一个太丑的扔在床上 完炎亮也不是傻瓜 虽然看不见 但是手感什么的都不对了 必然会产生怀疑 所以宋清书精挑细选 最后在青楼找了一个身段 模样都是上上之选的红牌姑娘 保证不让完炎亮察觉到什么异常 哼 既然你付出了妻子 我就给你找了一个美女花魁 你也不算太吃亏 宋清书暗暗寻思 至于那个姑娘的演技问题 她也早做好了准备 准备等惠儿用一魂大法 给那个女的催眠 让她以为自己是戈壁 那样一来完炎亮能察觉出 什么才叫有鬼了 听到她没有伤害梁家女子 戈壁方才松了一口气 不过很快又想到了什么 忍不住瞪了她一眼 你找人替代了我 可是海灵王妃那边呢 宋清书急忙一脸正气地说道 夫人请放心 我之所以弄这么一出 完全是为了迎娶完炎亮的信任 我绝对不会趁人之围 去占海灵王妃的便宜的 戈壁脸色殷勤不定 红唇猝刺张开 却没说出什么话来 犹豫了梁九终于说道 谁让你不占便宜了 啊 宋清书一时间有些反应不过来 戈壁恨恨地说道 完炎亮那狗贼害死了我丈夫 又间接害得我失了清白 这样的痛苦我也要让他经历一遍 喂喂喂 我怎么听这话像在骂我似的 什么叫你失去了清白 唐阔兄临死之前可是白纸黑字 哦不对 白愁红字帝写了下来将你赠送给我 我就是你名正言顺的男人 我们之间就算做再多那样的事 也是合乎伦常的 又有哪里不清白了 宋清书急忙纠正道 闭嘴 戈壁听得直翻白眼 真是怕了你了 我们之间是清白的环步行麻 这还差不多 宋清书忍不住搂着他在脸上香了一口 戈壁也渐渐习惯了他的亲热举动 只是娇称递回了他一记粉拳 不习惯也没办法 这几天两人更亲热的事情都不知道做过多少次了 我的意思是让完炎亮那狗贼也常常痛苦的滋味 一想到最后当他知道真相后那种精彩表情 我就忍不住开心起来 也许是太过兴奋 戈壁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 可图丹静毕竟是无辜的 宋清书有些犹豫起来 宋公子莫非是怜香席玉起来了 戈壁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那晚我还不是迷迷糊糊就被你占了身子 那个时候你怎么不觉得我无辜 我帮你报仇 帮你报仇 宋清书见识不对 急忙答应下来 戈壁欲夹飞红 小声说道 到时候你千万别客气 这些年完炎亮也不知道坏了多少女人的清白 也该让他试一下自己妻子被别的男人玩弄 是什么样一种体验了 第844张萌在鼓里 粉毛切开都是黑的 宋清书浑身一个机灵 下意识想到了前世动漫界里一个梗 意思就是不少动漫里面一些粉头发的美少女表面上的人设都是要多天真无邪就有多天真无邪 要多善良纯真就有多善良纯真可实际上往往一个比一个负黑阴血 戈壁也让他有这种感觉之前明明善良得很可是因为丈夫被害的刺激导致他面对杀夫仇人比平日里不知道黑化了多少倍 时间过去的很快夜幕刚刚降临完炎亮便带着王妃图丹靖一起出现在了唐阔府 宋清书和戈壁早就等在门口热情地将海灵王夫妻俩迎了进去 看着涂丹靖脸上挂着淡淡的浅笑 唇角边上的梨窝若隐若现 宋清书暗暗感慨 在场的四人恐怕就他一个人被蒙在鼓里吧 而此刻完炎亮同样也在肆意打亮着戈壁 一袭浅蓝色长裙将他完美的身形包裹得凹凸有致 精致无瑕的脸蛋透着一丝浅浅的晕红 浑身上下散发出说不清道不明的风流恶魔 一想到等辉尔自己就能将这的美人人压在身下肆意蹂躏 他的呼吸就忍不住急促了几分 戈壁对完炎亮的眼神隐隐有所察觉 心中厌恶不已 不过为了能更惨痛地报复对方 他强压下心中的仇恨 依然装出了一副不知情的模样 宋清书本来还担心他控制不住心中的仇恨 以至于被完炎亮看出什么破绽 见他将情绪伪装得这么好 不禁暗暗感叹 女人果然都是天生的演员 一行几人进去的时候 戈壁与图丹静走到一起 笑语嫣然地交流着一些京城贵妇圈内的意识 宋清书趁机悄悄拉住了完炎亮 在他耳边低声说道 王爷 等惠儿我会在他俩酒里下一点轻微迷药 分量不至于让他们昏迷 却能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的判断力 王爷不会介意吧 如此甚好 完炎亮心中一荡 他也不想这么快就被戈壁试破 男女之事 最妙的就在于一个偷字 若是对方什么都知道了 反而索然无谓了 宋清书则趁机打亮了一下完炎亮身边的侍卫 海陵王府大部分侍卫都被留在了府外 毕竟他们此行是来做客的 这也是一种对主人的尊重 这些侍卫部队守卫在外面 一方面防备外敌刺客 另一方面一旦府中有什么动静 他们就可以马上冲进来 不过这些侍卫距离太远 宋清书根本就不在意 他在意的是一直跟在完炎亮身边的那几个高手 之前在秋香楼见过 他还记得这些人的名字 契丹高手萧唐古代 耶律元仪 图丹家族的高手图丹阿里出虎 图丹真 这四人联手 当时连杨过这种修为猝不及防之下 也被他们制住 虽然杨过很快就正开了几人 但真生死相伯的话 杨过反应过来前就已经GG了 当然杨过有了先前的教训 再碰到这四人绝不可能像第一次那么狼狈 这四人放到江湖上去 绝对是一等一的高手 宋清书寻思着弱势正大光明鄙视 自己以异敌似 要解决他们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当然如果偷袭的话另当别论 跟在完炎亮身边的除了这四个高手之外 还有少量轻微 不过人数太少 宋清书并没有放在心上 为什么这几次都没见到欧阳峰这些人呢 宋清书暗暗有些庆幸 如果欧阳峰、慕容博、求千任也跟在完炎亮身边的话 自己要干什么都束手束脚 如今这四个高手虽然难缠 但比起那三位宗师级人物还是差了半仇 宋清书略为思索 便想到了原因 欧阳峰级人武功虽然比这四个护卫高 可他们毕竟都是一代宗师 在王府中是可清身份 总不能成天干一些保镖之类的事情 所以除非重大事件 完炎亮很少将三位宗师带在身边 注意到宋清书面有难色 完炎亮忍不住问道 唐阔兄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宋清书苦笑道 王爷 今晚的事情实在不方便被第三人知晓 要是传扬出去 我俩的名声可就毁了 你这几位护卫 完炎亮眉头一皱 唐阔兄大可放心 他们对本王忠心耿耿 他们虽然效忠了王爷 可毕竟出身图丹世家 而王妃也是图丹家的千金 要是有什么风声传到图丹世家去 宋清书点到极止 完炎亮悚然一惊 幸好唐阔兄提醒 不然本王还真大意了 连忙回头对几名贴身侍卫吩咐道 你们就守在院子里 没有本王的召唤 不许进内堂 四个高手面面相去 尽管心中疑惑 可完炎亮素来至下慎言 他们也不敢质疑对方的决定 只好老老实实在门口停了下来 两对夫妇入席过后 宋清书携同戈壁感谢完炎亮此前 在开封对堂扩辩的救命之恩 尽管戈壁已经在心中骂了葛半死 完炎亮夫妇则表示这是应该做的 在场四人除了图丹靖之外 其他三人都心之度明是怎么回事 于是极有默契地互相劝酒 气氛也越来越融洽 公愁交错之间 图丹靖觉得眼前众人越来越模糊 不禁轻轻捏着太阳穴 对完炎亮说道 王爷 臣妾有些不胜久力 能不能先回府了 这 完炎亮也不想让自己的妻子被别的男人欺负 想顺势将他送回去 可又担心没了他 自己也没法得到戈壁 一时间纠结万分 宋青叔哪能让他这么容易溜掉 趁机说道 王妃身体不舒服 若是不嫌弃的话 要不就在壁府歇息一晚 这 图丹靖尽管脑中有些晕乎乎的 可还是下意识觉得流速在其他男人府中有些不妥 可要是直接拒绝 为免太不给主人面子 忍不住望向了自己的丈夫 完炎亮悄悄的看了戈壁一眼 看到他因酒意上涌而红透的翘脸 一双迷离的美眸中仿佛有水光隐隐流动 不禁食指大动 色迷心窍之下再也顾不得自己妻子 本王还要和唐阔兄开怀畅饮 一时半会结束不了 敬人要不你就先到那堂休息一会儿 本王走的时候再来喊你 第845章个怀鬼胎 啊 图丹靖面露犹豫之色 他出身豪足 长这么大除了回娘家之外 还没在王府以外的其他府邸住过 听到完炎亮让他在这里休息 他下意识有些不情愿 只不过见他正在信头上 也不便服了他的兴致 正好我现在也有些发晕 姐姐若是不嫌弃的话 就由妹妹给你安排地方休息一会儿吧 戈壁也捂着额头 有些迷迷糊糊地说道 看着他毫无破绽的表演 宋青叔暗暗给他竖起了大拇指 完炎亮看着戈壁双甲声晕的样子 不免心中一荡 还以为是要立起作用了 为了能尽早一清方泽 他也忍不住劝起妻子来 敬人 既然你不舒服 就先去休息一下吧 那好吧 图丹静只是不习惯住在别人的地方 导演没有往其他地方想 见丈夫这样说 他也没了拒绝的理由 便起身跟着戈壁进了内堂 看着两女离去时有些发飘的步伐 完炎亮心中末又是兴奋又是犹豫 兴奋的是马上就可以的尝所愿品尝到戈壁的美妙身体 犹豫的是同样会牺牲自己妻子的清白 这些年他利用权势 也不知道玩弄了多少女人 其中不乏以为人妇 可是在他的权势面前 那些女人的丈夫也只有敢怒不敢言 表面上还得拍他马屁 需要牺牲自己妻子的清白 还是第一次碰到 不过戈壁身份特殊 而且貌若天心 是经国内公认的第一美人 图丹静虽然也漂亮 但客观地说 比起戈壁来还是要差上半酬 完炎亮虽然有些心疼 但这波交易也不算吃亏 更何况他亦想到和别的男人交换伴侣 心中盈盈有一种异样的刺激感 哼 今天我特意从府中带来了不少虎狼之药 到时候不和戈壁站上个三百回合 实在对不起这么大的付出 完炎亮斜卓眼睛扫了宋青书一眼 有些酸溜溜地想到 希望唐阔便这小子中看不中用 半炷香的时间就卸了 那样进而就少受点罪 他虽然这样想 但也知道这种可能性不大 毕竟唐阔便也算得上一身戎马 配合那壮实的身板 怎么看也不像那种营样辣枪头 今晚一定要比他坚持的时间长 不然就亏大了 完炎亮仿佛置身于一个特殊的战场 在这方面应该没哪个男人愿意服输 宋青书不知道完炎亮在想什么 就算知道也只会在心中呵呵 见两女进了内堂 马上便吩咐周围服侍的下人离去 唐阔兄 你看 听中只剩下两个人 完炎亮不予秘密被人听去 便有些迫不及待了 王爷稍安勿躁 我们最好再等一会儿 那样他们的要效才会彻底发挥 等他们睡得迷迷糊糊之间 我们才好下手 宋青书解释道 唐阔兄说得有礼 有礼 完炎亮善善地笑了两声 借着饮酒来掩饰他迫切的心情 王爷 有些事情我觉得还是先说明白为好 宋青书突然沉声说道 完炎亮见他一脸郑重 也不敢怠慢 唐阔兄请讲 今天这样的事情 毕竟不容于伦理刚长 我希望这一辈子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不想被其他人知道 若是有一丝一毫泄露的可能 我宁愿取消这次交易 宋青书态度坚决地道 这是自然 本王也不想身败名裂 完炎亮呵呵笑道 除了外人之外 我也不希望戈壁他们知道真相 不然对他们实在是太残忍了 而且事情闹大了对谁也没好处 宋青书继续说道 完炎亮点头表示同意 唐阔兄说的正合我意 宋青书这才装作输了一口气的样子 所以等惠尔进屋过后 千万不能点起蜡烛什么的 不然一旦被他们看到我们的脸 那就完了 完炎亮略有迟疑 不能看着戈壁的爵士容颜弄他 实在有些美中不足 不过这也是他自己选的 毕竟要想在戈壁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得到他 只有两个办法 一个是直接把他迷晕了上 可是那样未免太无趣了些 剩下的办法就是如今这个 在他清醒的情况下得到他 虽然一切发生在黑暗中 但是葛中风情以及刺激程度完全不是第一种可以媲美的 可以 不过唐阔兄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完炎亮突然说道 宋清书心中一跳 难道事情会出现什么意外吗 事到如今 他也只能不动声色地说道 什么条件 本王不想这交易只有今晚一次 以后若是有机会的话 也可以多试几次 唐阔兄觉得如何 完炎亮说完便紧紧盯着宋清书 人人都知道唐阔便与戈壁夫妻感情良好 他生怕对方会不答应 宋清书心中冷笑 你自己急着把妻子往我怀里送 真是自作孽不可活 不过他脸上确实非常犹豫 这唐阔兄何必这么想不通呢 这样的事情有一次和很多次又有什么区别吗 更何况你我成了连京 次数越多关系就越紧密 我们的同盟关系也就越牢固 完炎亮是欺男霸女的葛中高手 对人的心理把握非常之准 宋清书知道若不是自己事先有了准备 也绝对会被他给说动 好吧 不过有葛前提 那就是绝不能让戈壁知道真相 宋清书仿佛下了极大的决心一般 才忍痛答应道 那是自然 玩炎亮脸上笑咪咪的 心中却是冷笑 等本王这样玩几次玩腻了 肯定就要换一种办法玩了 正想看看到时候戈壁知道身上的男人是我 会是怎样一种精彩的表情 他已经打定了主意 等在这样在黑暗中偷偷摸摸来隔几次后 便故意让戈壁视破身份 让他知道被丈夫出卖 产生怨对之情 自己就可以趁虚而入 彻底收复他的身心 嘿嘿 躺扩遍那傻鸟 到时候还一直当戈壁不知道 还想平常那样对他 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不破裂才怪了 当然玩炎亮今晚战时还没有这样的打算 毕竟这样做太冒险 一不小心就鸡飞蛋打 只有和戈壁水乳交融次数多了过后 到时候才有更多的把握让他认命 两个男人都心怀鬼胎 偶尔对视以下 纷纷笑得极为诡异 两人又喝了一会儿酒 玩炎亮剑夜已经深了 便再也按捺不住 起身略带罪意地说道 是时候了吧 第846章礼带桃江 时间差不多了 宋清书估摸着两女已经睡得迷迷糊糊了 当然 戈壁一早地道提醒 如今清醒得不能再清醒了 玩炎亮不露痕迹地将随身攜带的药给吞了下去 宋清书眼神余光扫到了 唯唯错了过后便猜出了他吃的什么药了 这混蛋还真心黑啊 如果真的是糖阔便没有防备的话 戈壁被他这样折腾一晚上还不得被玩残啊 宋清书暗暗扎舌 不过如今等待完炎亮的是身经百战的青楼女子 别说吃一两颗虎狼之药 就是吃一整瓶 估计人家应付起来也没什么问题 辛苦那姑娘了 事后我得给她加点钱 咱是个厚道的老板 宋清书暗暗打定了主意 心中想的是到时候是给那青楼姑娘包一百两银子的红包 还是两百两银子的红包 我们先到哪里去 玩炎亮发觉自己这个时候居然有些紧张 仿佛回到了当年少年时期第一次偷看女人洗澡时那种感觉 这对于实战经验丰富的她来说实在有些不可思议 进去哪里都没区别 她俩的房间挨着的就在隔壁 宋清书之所以这样布置 更多是考虑到可控性 万一玩炎亮那边发现什么异常 她能第一时间补救 不过在玩炎亮听来 却下意识地想歪了 堂阔便这小子还真是会玩啊 两间房子挨着 隔壁传来的叫声都听得见 玩炎亮脑补了一下等惠儿的场景 听着隔壁传来自己妻子的叫声 就仿佛战鼓一样激励自己 奋勇向前报复在对方的妻子身上 饶饰完炎亮历经花丛 也被那个场景刺激的口干舌燥 只觉得浑身都胀得要爆炸了一般 两人小声商量了一些细节 然后玩炎亮便将随身侍卫留在外宅 自己孤身和宋清书进了家眷所在的内宅 宋清书看得感慨不已 真是色自头上一把刀 如果自己这个时候要刺杀完炎亮的话 简直是一如反掌 只不过完炎亮现在死了 并不符合他的利益 所以宋清书考虑再三 还是决定暂时留住对方的性命 两人先来到图丹静休息的房间门口 宋清书对后在门口的丫鬟婆子挥了挥手 那些人便走了个干钱静静 王爷放心吧 这座别院今晚不会有任何闲杂人等 宋清书悄悄说道 完炎亮点点头 强压下心中地激动 清了清嗓子 方才伸手敲了敲门 静人 你睡了吗 很快里面传来了图丹静有些迷糊的声音 是王爷麻 不知道是不是刚才酒喝的太多了 我现在觉得身子乏得很 浑身无力 有些起不来 别担心 今日天色已晚 本王爷决定留宿在这里 你先睡吧 我先和唐阔兄说说话 一会儿就过来 完炎亮此时心情极为复杂 尽管他为人素来没什么节操下线 可那都是对其他的女人 对自己的妻子他一直都还是疼喜有加的 想到是自己亲手将妻子推进火坑 有那么一瞬间他甚至想着放弃交易了 只不过戈壁的诱惑实在难以抵挡 最终他还是没有说什么 好 那我先睡了 等会儿你自己进来吧 门没有关 图丹靖觉得眼皮重得很 实在懒得动一根指头 再加上丈夫这样说 他自然不会想到其他地方去 完炎亮随即对宋清书使了一个眼色 压低声音说道 该你了 看着他迫不及待的神情 宋清书暗自冷笑 便领着他到了隔壁 同样敲了敲门 戈壁 睡了没有 刚刚睡着了 现在头有些晕 隔了一会儿 里面也传来了戈壁有些模糊的声音 夫君 王爷他们呢 我已经将他们安置在府中睡下了 夫人不用担心了 宋清书答道 哦 那你快进来吧 我有些难受 想抱着你睡觉 戈壁声音中多了一丝撒娇的意味 那种娇媚苏玛的声音听得旁边的完炎亮一下子就举其敬礼了 好 我进来了 宋清书说完过后 便对完炎亮使了一个眼色 小声嘱咐道 记得等惠儿别出声 我知道 完炎亮黑黑一笑 就迫不及待地推门进去了 一进去便反手将门关上 仿佛生怕宋清书反悔似的 很快里面就传来了一声交呼 夫君你今天怎么这么猴急啊 完炎亮担心被他听出破绽 也不答话 只是粗声粗气地嗯了一声表示回答 然后房间里就传来了亲吻的声音 站在门口宋清书冷笑一声 这个时候真正的戈壁也从附近假山处的密道钻了出来 红着脸对他招了招手 宋清书小跑过去 看着他黑黑笑道 夫人刚才的演技不错 原来之前在房间里面和宋清书对话的是真的戈壁 在完炎亮进去之前 他从房间里的密道溜了出来 将假的戈壁留在里面 完炎亮刚才在屋外确认了戈壁的声音 下意识以为里面的女人就是戈壁 虽然进去后觉得戈壁声音略为有些不同 但他自己做贼心虚再加上欲念高斥 根本没有往深处想 戈壁红着脸催了一口 你找来的那位姑娘演技才叫好 随即担忧帝王他锁在房间望了一眼 这个女人靠得住麻 要知道这次事情关系重大 若是他事后疏漏了一个字 我们就危险了 宋清书微笑道 放心吧 我能百分之百确认他的可靠 他并没有将一魂大法的事情告诉戈壁 自己卫装成他的丈夫已经够吓人了 他要是再知道自己还能用一魂大法控制人的思维 恐怕会被他吓坏吧 戈壁以为这个女人是宋清书金蛇银的下属 听宋清书这副肯定的语气 也就没有什么怀疑 突然看了一眼不远处图丹静的屋子 似笑非笑地对他说道 隔壁现在有一位美貌的王妃躺在床上任你失围 还不过去麻 宋清书摇了摇头 比起什么王妃来说 我还是更喜欢夫人一点 别管什么王妃了 今晚你好好陪我吧 戈壁顿时羞红了脸 忍不住催了一口 你还真把我当成你女人了 想要的话自己找图丹静去 我可不陪你 第847章拼命回本 你这是把我往其他女人怀里推啊 真的舍得麻 宋清书笑嘻嘻地看着他 戈壁被他深邃的眼神弄得心中一跳 急忙说道 我能有什么舍不得的 快去吧 一边说还一边伸手推他 宋清书苦笑道 可是我觉得这未年有些太不厚道 完颜量是完颜量 可图丹静是无辜的 听到他的话 戈壁顿时信眼圆征 他既然嫁给了完颜量 就没有什么无辜的 你敢说这些年完颜量 那狗贼做的事情 他这个当妻子的会 一点都不知情吗 这 宋清书一时语色 可是我听闻他一心像佛 为人也很善良 哼 他之所以整日礼佛 还不是因为丈夫作恶多端 想替他向佛祖述罪而已 戈壁脸色憋得有些通红 显然勾起了心中的怒火 如果这世上那些作恶多端的坏人 事后吃斋念佛就能得到宽恕 未免想得太美了些 这个时候房间里突然传来 那的青楼女子高亢的提升 听得两人不约而同心中一跳 戈壁声音都有些慌乱起来 急忙说道 事到如今也由不得退缩了 如果你今晚不上图单静的床 明天完颜量知道了 肯定会产生怀疑 毕竟我古辣没道理将我白送给他 以他的权势 一旦产生怀疑 要查出真相并不太困难 那样一来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宋卿书苦笑不已 自己不上完颜量的妻子会引起他怀疑 上了他妻子反倒更容易获得对方信任 真是世事无常造化弄人啊 快点进去吧 别耽搁了 万一等惠儿完颜量完事过后来找你就穿帮了 此时房间中传来的声音越来越羞人 听得戈壁面红耳赤 知道完颜量是把里面的女人当成了自己 不禁暗骂对方下流无耻 放心吧 他今天不会这么快玩似的 注意到戈壁疑惑的神情 宋卿书这才将看到完颜量偷偷吃药的事情和他说了一遍 呸 卑鄙 无耻 因为知道完颜量一赢的对象是自己 知道他还特意服用了火狼之药 明摆着准备把自己给折腾死 戈壁便气的浑身发抖 小叔 答应我一件事情 见他一脸凝重 宋卿书也收起了嬉皮笑脸 沉声答道 只要我能办到的 一定答应你 好 戈壁红着脸望着涂丹镜的房间 你等惠儿进去过后 替我好好地在涂丹镜身上报复回来 宋卿书之前见他一脸凝重 还当他说的是什么正事 结果马上听到了这个荒诞的要求 要是这个时候他正在喝水的话 保证一口水直接喷出来 我没听错吧 宋卿书脸色古怪无比 戈壁眼颇流转 五妹地白了他一眼 怎么 小叔难道未占先阙 知道自己不是服了要的完炎亮的对手 可是你这腾人家的时候明明像头蛮牛一样 最后一句话他压得极为小声 说完耳根变红透了 有没有搞错 宋卿书顿时急了 任何男人都不允许在这件事上被女人鄙视 哪怕明知道对方在激将 就算完炎亮刻下一整瓶蓝色小药丸 也不可能赢得了我 若是以前还真不好说 可自从习得了欢喜禅法过后 在这方面他当真有一种会当灵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整个就一洞房不败 尽管以前没听说过蓝色小药丸 但戈壁也大致猜到了是什么意思 红着脸横了一声 吹牛谁不会 宋卿书顿时乐了 要是别人还有资格说我吹牛 可你明明都亲自体验过了 他还没说完 就被戈壁急忙捂住了嘴巴 好了好了 不许说了 戈壁的指尖冰冰凉凉的 宋卿书露出了一种非常舒服的表情 看得戈壁急忙收回了手 现在都过去一炷香的时间了 你再不回房间 万一引得图丹静出来找完炎亮就糟了 那好吧 宋卿书知道是到如今也推脱不了了 忽然几没弄眼地戳了戳戈壁 夫人要不要在旁边看看我怎么替唐阔兄报仇的 呸 你个变态 立马修成了一个大红脸落荒而逃 宋卿书耸了耸肩便往图丹静房间走去 路过完炎亮房间的时候 听到里面炮火连天的阵仗 他不禁暗暗扎舌 则则则 完炎亮这丝简直是拼了命的想回本啊 只可惜你有张良记 我有过强踢 不再搭理他 宋卿书推开了图丹静的房门 顺手将门给反锁上 听到动静 躺在床上的图丹静突然说道 王爷 你可算是回来了 以宋卿书此时的修为 尽管房中没有点灯黑暗一片 他也能凭借窗户透进来的微弱月光 将房钟情旷看得一清二楚 如今图丹静穿着蟹衣坐在床头 身上仅仅带了一层薄被 正义脸羞红帝往门口看来 图丹静不懂武功 黑暗中自然看不清宋卿书的样貌 宋卿书也不在意 模仿着完颜亮的语气说道 小静人你怎么还不睡 他嘱咐完颜亮静屋后不要出声 结果自己却没有丝毫顾虑 因为学会了易容术 自然配套学习了改变声音之法 要不然只是样子相同 声音不一样 还不是立马穿帮了 图丹静果然没听出异常 完颜指了指隔壁 脸上又羞又怒 这怎么睡得着 唐阔便和隔壁他们也太不像话了 明知道我们在隔壁 也不知道收敛一点 宋卿书哑然失笑 这分明是你丈夫和其他女人弄出来的动静 他当然不会说破 人家两口子恩爱无比 也许平日里在家就这样的 一时间忘记了我们还在隔壁吧 图丹静催了一口 平日里还以为隔壁多么的温婉贤静 没想到在床上却这么 这么 他素来礼佛 有些词语不好意思说出口 放荡是麻 男人就喜欢自己的女人在人前淑女 只对自己一个人放荡 宋卿书走到床边顺势坐了下来 图丹静下意识往里缩了缩 特意给他留出了一个位置 你们这些男人啊 图丹静叹了一口气 突然皱了皱鼻子 怎么喝了这么多酒 快把衣服脱了来被窝里来 第848章北风吹秋风凉 对于易容高手来说 卫妆样貌和声音反而是最简单的 更难的是卫妆体型 毕竟人与人之间身材差别极大 有的人高大魁梧 有的人弱小瘦弱 不过江湖上有缩骨弓之类的密技存在 卫妆体型虽然难 但难不倒真正的易容高手 而让所有易容高手最头疼的是改变身体的味道 这世上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独特的体味 这种味道往往很淡 普通人很难注意得到 可很难瞒过最轻的人 因为平日里一起接触 对睡在身边的人气味可谓是在熟悉不过 就算他本身不知道这种味道的存在 但潜意识会对那种味道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一旦另一个人冒充 哪怕他样貌体格一样 他也会察觉到一种天然的陌生感 当然 大多数女人就算觉得奇怪 也不会多想什么 毕竟无法想象有人能和自己的丈夫一模一样 可对于一些心细如发的女人来说 这一点点的破绽就能让她发现 丈夫已经被冒名顶替了 这世上哪怕是最顶尖的易容高手都无法改变体位 或者说叫无法随心所欲改变自己体位和目标一样 而且别说是这个世界 就是宋清书前世接触到的那个漫威世界 X战警里面那个可以随心所欲 卫装成别人样貌的模型女 也无法改变身体的味道 以此卫装成金刚狼的爱人 结果被鼻子灵敏的狼鼠第一时间就试破了 所以一直以来宋清书易容成别的男人 会下意识避免和对方的情侣有什么亲密的接触 之前刻意疏远戈壁也是这个原因 毕竟谁也不知道那个女人究竟是粗枝大叶的 还是心细如发的 一旦碰上后者 那她一切的谋划就很容易前功尽弃 这次迫于形势 宋清书不得不来接近图单镜 因此在这个方面特别注意 既然无法将身体的味道变得和完颜亮一样 她索性就用其他味道掩盖本身的味道 于是她故意在身上撒了大量的酒 反正之前完颜亮就是在喝酒 图单镜不会因此产生怀疑 浓烈的酒气完全掩盖了人本身的味道 图单镜就算鼻子在灵 如今也只能闻到浓烈的酒气 还愣着干什么 快上来啊 图单镜等了半天 没见宋清书有什么动静 不由疑惑到 宋清书苦笑一声 如果脱了衣服的话 身上的酒气就要散掉大半 那样说不定图单镜会发现什么异常 不过是到如今 就算冒险也得硬着头皮上了 两人总不可能这样一直待着聊天到天亮吧 宋清书快速脱下外套钻进了被窝 此时他不得不庆幸现在房子里没有点灯 不然他虽然能冒充完颜亮的样貌身材 可今天对方穿的什么内衣自己总不可能事先调查清楚吧 到时候被图单镜看到了不怀疑才怪 王爷 以后要爱惜自己身体 别喝这么多酒了 还弄得臭烘烘的 图单镜被他身上的酒气熏得秀眉大咒 顿时娇称不已 宋清书闻着被窝里淡淡的幽香 不由心中一荡 忍不住说道 难道本王以后身上臭轰轰的 爱妃就不让本王上床了吗 妾身当然一直是欢迎王爷的 只不过王爷这些年来四处寻花问柳 已经很少上妾身的床了 图单镜语气悠怨无比 宋清书不禁一愣 搞一半天玩颜亮这四道出浪 结果把娇七放在家中读守空房啊 他忍不住想起了前世网络上一句打油诗 北风吹 秋风凉 谁家娇七守空房 你有难 我帮忙 我住隔壁我姓王 听到隔壁依旧是炮火连天的阵仗 宋清书暗暗冷笑 撒家虽然姓宋 可也不介意当一回老王的 王爷宋清书愣神这回人功夫 图单镜已经缩到了他怀里 将脸蛋人紧紧地贴在他胸膛之上 声音甜得有些发腻 一直听着隔壁的现场直播 哪怕是不是人间烟火的仙女恐怕也受不了 图单镜早已听得情欲暗生 此时闻到丈夫满身的酒气 更是觉得有一股莫名的阳刚之感 浑身顿时软了下来 感受到图单镜柔软发烫的身体 宋清书顿时有些口干舌燥起来 小静人 你身上好香啊 王爷喜欢就好 难得听到丈夫这样赞美他 图单镜有些喜不自胜 这个时候隔壁又传来那种让人心跳的声音 图单镜轻轻咬了咬嘴唇 如今的他心中仿佛有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 极为渴望丈夫的恋爱 可是他心中明白 丈夫在外面有很多女人 若是自己不主动一些的话 今晚他未必会碰自己 尽管心中有些害羞 可是身体的本能让他抛弃了平日里的矜持 整个人慢慢地钻到了被窝里 宋清书一开始还有点疑惑 不过很快察觉到他的动作 脸色顿时精彩万分 本来他还寻思着要不要装一回君子 可是被一个美丽的王妃这样用嘴服饰 就是得到高僧也会忍不住立马还俗的 完颜亮这思导真是把妻子调教得好啊 平日里见图丹静一副闲静端庄的模样 没想到居然还会做这种事情 宋清书感慨不已 不过这倒是他误会了 在这个世界伦理刚常非常重要 丈夫和正妻之间就算亲热也一般都循规道具 很少用那些超长的手段 当然男人和机械玩起来就不用顾忌那么多了 图丹静是因为有感于近年来 丈夫对自己的冷遇 不明白外面那些女人有什么吸引力 让丈夫这么着迷 于是为此特意请教了家族里一些有经验的女人 那些人教了很多让他面红耳赤的东西 不过为了拴住丈夫 他还是忍着修艺学了下来 一直以来还没找到机会尝试 没想到今天倒是便宜了宋清书 过了约莫一盏茶的时间 宋清书再也忍不住 双手一搂便将图丹静压在了身下 也不知过了多久 图丹静突然一声惊呼 声音中带着无比的惊慌 你 你不是王爷 你 你到底是谁 第849章诛星 一个女人也许平日里发现不了什么破绽 可哪怕她在粗心 真正到了水乳交融那一刻的时候 那种截然不同的感觉是不可能瞒得住的 完颜亮这些年四处碾花惹草 又不像宋清书那样有欢喜禅法来阴阳护记 只能靠各种名贵药材来滋补自身 虽然也有一定的效果 可依然避免不了被掏空生子 图丹静身为他的妻子 又怎会不知道丈夫已经外强中干 可身上这个男人与丈夫截然不同 那种令人窒息的压迫感一下子就弄得她产生一种灵魂上的战力 本来她睡得迷迷糊糊 可是之前被隔壁的声音一直吵 早已清醒了大半 再加上和宋清书亲热这回人功夫 体内的药力早已散得七七八八 虽然她身体上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愉悦 可是她心里却是清楚不已 因为身上这个男人不可能是自己的丈夫 图丹静拼命地挣扎起来 试图推开身上的男人 只可惜女人天生利弱 那里还推得动 宋清书苦笑道 王妃 都这个时候了 我是不是王爷又有什么关系呢 唐阔辩 你是唐阔辩 这次宋清书没有刻意模仿完炎亮的声音 图丹静一下子就听出了她的声音 整个人都惊呆了 是我 宋清书也没有否认 从她身体里退了出来 随手一扬 一缕炙热的指风搓到油灯之上 屋中渐渐亮了起来 看清了宋清书的样子 图丹静又羞又怒 气得浑身发抖 唐阔辩抿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对我无礼 回禀王妃 在下胆子向来不大 可是兔子急了也要咬人的 宋清书叹了一口气 你什么意思 图丹静拉过被子遮挡住 暴露在外的身躯 冷声问道 王妃不觉得奇怪吗 为何过了这么久了 王爷却一直没有出现 宋清书答道 图丹静神色一动 这也是她一直疑惑的问题 完炎亮究竟到哪里去了 难道你谋害了王爷 图丹静悚然一惊 自己身份高贵 这人居然敢冒犯自己 显然已经是不顾一切了 除此之外 他实在想不到 对方敢这样做的理由 王爷不谋害我就不错了 我哪有能力谋害王爷 宋清书耸了耸肩 胡说八道 图丹静浑身发抖 一想到自己清白的身子 被丈夫以外的男人玷污了 他仿佛就如同置身于 一个寒冷的冰窖之中 整个人有一种天塌下来的绝望 王妃请仔细听听隔壁的声音 宋清书还没说完 图丹静就催了一口 下流 到底是谁下流 王妃先别急着下定论 我是让你听听隔壁 那个男人的声音 有没有觉得耳熟 宋清书冷笑道 图丹静一争 之前隔壁的动静 他下意识当成了 是唐阔变和隔壁弄出来的 可如今唐阔变在这里 那隔壁那个男人又是谁 心中突然升起了一种可怕的猜想 急忙竖起耳朵听去 隔壁的声音虽然模糊 但隐隐约约也能听到一些片段 尽管只有一些片段 但图丹静还是认出了 那是完颜亮的声音 整个人顿时就瘫软下来了 嘴里喃喃说道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宋清书唇边露出一丝淡淡的笑意 之前他是故意露出破绽 让他试破 杀人不诛心素来不是他的风格 只是在黑暗中得到图丹静的身体算什么 还能在他清醒的时候屈服才是本事 再加上答应了戈壁要让完颜亮稀离子散 所以他就开始正式挥舞锄头来挖墙角了 有时候不得不承认 宋清书和完颜亮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类人 完颜亮也有同样的想法 只不过他没有宋清书这么果断 而是选择过一段时间与戈壁多来几次过后再行动 因此一步落后 处处落后 宋清书倾壳一声 故意露出一脸悲愤之情 完颜亮这狗贼 我好心好意请他来喝酒 没想到他早对戈壁有寄予之心 在酒桌上一直给我灌酒 因为想到开封一行他的恩情 我来者不拒 很快就喝得人事不省 幸好苍天有眼 刚好有一个虫子落到我身上将我惊醒 当我醒来过后找不到他人 还以为他到你这里来了 我便打算回戈壁屋里去休息 谁知道走到门口才发现 才发现那狗贼居然对戈壁做出了这种事情 图丹静脸色殷勤不定 尽管没有说什么 可是心中已经信了大半 自己丈夫平日里纳的信 这绝对是他甘得出来的事情 既然是这样 你为什么不去阻止他 反而 反而跑到我屋里来 图丹静怒道 我能怎么阻止 宋清书咬牙切齿道 我醒得太晚 已经来不及阻止了 他趁着黑暗假装成我进屋 戈壁睡得迷迷糊糊不语有他 就这样被他给 给侮辱了 所以你要报复回来 图丹静紧紧咬着嘴唇 唇边甚至都渗出了丝丝血迹 不然我能怎么样 宋清书有些恼羞承诺地在屋子里转着圈 完颜亮如今全是滔天又深的皇上的信任 我若是直接闯进去 那就意味着我们之间彻底撕破脸 到时候我的下场肯定好不到哪里去 戈壁同样也保不住 还不如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在你身上报复回来就好了 你这样欺负我 不一样也是彻底撕破脸 图丹静差点没气晕过去 搞一半天自己成了对方复仇的对象 当然不一样 今晚的是 只要你不说 我不说 完颜亮又怎么会知道 既然他不知道 那自然无所谓撕破脸了 宋清书答道 你哪来的自信我会替你隐瞒 图丹静声音冰寒刺骨 王妃当然会替我隐瞒 这件事你要是说出去 对你有可有一丁点好处 宋清书淡淡地答道 图丹静一争 这才意识到了其中的问题 对呀 这件事万一曝露 对他有什么好处呢 就算让唐队变得到了惩罚 可自己失真的事情已经成了事实 到时候丈夫会怎么看自己 第850章同是天涯沦落人 图丹静清楚完颜亮身边从来不缺女人 他虽然自负容貌秀丽 可和那些年轻美貌的女人比起来 并没有太大的优势 他之所以能稳坐王妃的位置 主要是依靠图丹世家的缘故 可一旦自己失真的事情被知道 完颜亮若是要废掉他王妃的位置 该娶其他人 连图丹世家也不方便说什么 这个世界的规则对女人就是这样的残酷 想清楚这一切 图丹静果然犹豫了 宋清书这个时候开口道 王妃是个聪明人 看王妃现在的样子 应该想明白了其中的关键 就不需要我多言了 图丹静豁然抬头 冷冷地看着他 你就是算准了我不敢声张 所以才敢这么胆大妄为麻 是 宋清书很干脆地点头道 图丹静没想到他居然这么无赖地承认了 一时间反而惊得有些说不出话来 宋清书见图丹静脸色有些不好看 继续说道 事已至此 最好的选择便是当成什么也没有发生 我们大家都好 大家都好 图丹静怒道 何着我就这样被你白欺负了 戈壁也被白欺负了 宋清书冷冷地说道 你要明白 这一切始作俑者是你的丈夫 你和我其实都是受害者 图丹静脸色更难看了 因为他知道对方说的是实情 若不是完颜亮做出这等事情来 自己也不会遭到这样的磨难 好吧 我知道了 你现在可以出去了 图丹静深吸一口气 与一般的女人不同 出身大家族的他 耳濡目染之下懂得权衡利弊 尽管心中又羞又怒 但他也认可了对方提出来的解决办法 谁知道宋清书握了一生 却丝毫没有离去的意思 图丹静不由惊怒不已 你还待在这里做什么 宋清书并没有直接回答 反而指了指戈壁说道 你的男人还在欺负着戈壁 图丹静抓着被子的手钝石一紧 怎么 你还想欺负回来不成 不错 宋清书干脆递答道 图丹静气急返校 我没听错吧 我不追究你之前的无理举动 你就该谢天谢地了 现在居然还想欺负我 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宋清书走到床边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反正你不敢声张 我又为什么不敢欺负你 你 图丹静悚然一惊 急忙扯着被子往床脚缩去 有些慌张地说道 你别乱来啊 你再敢靠近我就喊人了 你尽管喊啊 最好把完颜亮喊过来 看到你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 宋清书毫不在意地说道 图丹静下意识张开嘴想喊 可是两久过后 却一个字也没有发出来 宋清书见状笑得更开心了 王妃你其实大可以不必这么在意 反正之前我们已经亲热过了 多一次少一次 又有什么区别 你这是强词夺理 图丹静红着脸怒道 可是王妃刚才明明也很行动啊 从你刚才的反应来看 如果我所料不差的话 完颜亮已经好久都没碰过你了吧 宋清书伸手去勾他的下巴 却被他一下子转过头去 这和你没关系 图丹静淡淡地说道 可是胸脯却剧烈地起伏起来 显然心中并不像他嘴上那么平静 怎么没关系 我看王妃刚才似乎也是旷汉已久 早已渴望男人的滋润 既然你的丈夫不愿意尽责任 那我完全可以代劳啊 宋清书笑得更开心了 不要把我想得那么下贱 图丹静柳梅玉树 恨恨地盯着他 男欢女爱 是世间最自然的事情 这又怎能说是下贱呢 宋清书伸手搂着他光滑的肩头 话锋突然一转 更何况你的丈夫现在正在隔壁奋力递干着其他女人 你难道就没有一点想抱负回来的想法吗 察觉到他的手碰上了自己的肌肤 涂丹静浑身一颤 不过却没有挣扎 反而平静地说道 你口中的其他女人是你的妻子 宋清书不屑地一笑 只不过是我在青楼随便找回来的一个女人而已 不过她当然不会傻到说破 脸上继续维持着之前那种悲愤的神情 所以说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 更应该互相安慰才是 涂丹静浑身一震 嘴里喃喃念叨 同是天涯沦落人麻 宋清书唯唯一笑 知道已经成功瓦解了这位文静王妃的心房 便不再犹豫 伸手轻轻拉下了她挡在身前的被子 只限今晚 以后不许再纠缠我 涂丹静按住了她的手 抿着嘴唇小声说道 好 宋清书心中暗笑 这些女人就爱用这种谎言来麻痹自己 明知道两人之间不可能在今晚过后 真的做到什么事情也没发生 可是她偏要这么说 想必只是为了给自己的屈服找一个理由而已 既然她需要这样的理由 那就给她一个理由好了 当宋清书按着她的肩头往下倒去之时 涂丹静双目唯唯有些失神 耳朵里还时不时传来隔壁丈夫的声音 她心底悠悠地叹了一口气 王爷 这都是你自己逼我的 被丈夫以外的男人压在身上 涂丹静站立之余心中却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特别是对方亲吻她脖颈的时候 发映的胡扎刺的她娇嫩的肌肤 升起了一层细细蜜蜜的小疙瘩 王妃 你真美 宋清书在她耳边轻轻地吹了一口气 同时一口咸住她圆润的耳朱 不要 痒 耳朵上传来的麻痒 让图丹静一边侧着头一边娇笑起来 话一出口她便呆住了 她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 居然会对丈夫以外的男人发出这种有如撒娇一般的一语 心中正怅然若失之际 隔壁又传来了传咯吱咯吱咬吱的声音 她忍不住催了一口 恨恨地想到 若是你现在知道自己的妻子在隔壁躺在另外的男人身下 也不知道还会不会这么兴奋 宋清书手掌顺着她光滑圆润的肩头慢慢往下磨缩 略显粗糙的手掌抚摸着图丹静细嫩的胳膊 最终按在了她的手掌之上 图丹静浑身一阵颤抖 她不得不承认 比起丈夫来这个男人手段要高明得多 就是这样简简单单一磨缩 她就能感觉到双腿之间涌起了一股热流 下意识地弯曲手指与对方食指相扣 王妃刚才是怎么知道我不是玩炎亮的 见图丹静已经彻底放开了身体 可是宋清书并不着急 反倒是慢悠悠地问道 图丹静忍不住夹了夹双腿 悄悄望了一眼她腰身下那猙獰的东西 红着脸说道 你这东西这么特别 想要不发现也很难 宋清书得意地笑了笑 王妃以前没给王爷吹过麻 刚才我感觉得到你技巧声色得很 还时不时用牙齿刮到她 图丹静羞地将脸转了过去 没想到今天便宜了你这个混蛋 以后对完炎亮不许像之前那样 宋清书伸出手指勾住了她的下巴 将她的头转了过来 图丹静双眼中仿佛要渗出水来 两颊飞红 王爷才是我的丈夫 你未免管得太宽了吧 我就是这么霸道 宋清书静静地看着她 沉生说道 答应我 宋清书居高临下 再加上身材魁梧 图丹静又被她压着双手 心中不由自主生起一种被征服的感觉 眼神变得闪躲起来 唯不可查地昂了一声 以后也不许她上你的床 宋清书笑得更开心了 图丹静美好气地瞪了她一眼 喂 她是我丈夫 不让她上床 难道让你上麻 只要王妃有需要 在下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宋清书的话弄得图丹静羞红了脸 忍不住横了一声 反正我们之间只有今晚 你别痴心妄想了 隔壁传来的声音让她心烦意乱 忍不住夹了夹双腿 今晚尝试过后 王妃以后会主动找我的 宋清书自信一笑 抄起她雪白的大腿 整个身子便凑了过去 图丹静又悄悄看了一眼 忍不住咕弄了一声 你是鼠驴的麻 谢谢王妃赞美 宋清书不再客气 腰身一沉 便处了上去 也许是想到丈夫在隔壁和其他女人快活 图丹静整个人有一种抱负的快感 那里早已溪流潺潺 宋清书毫不费力便口开了玉门关 进去了一大劫 图丹静红唇大张 整个身子一下子就弓了起来 急忙抱住宋清书 慢 慢点 疼 宋清书笑道 夫人都成亲这么多年了 还跟我装小姑娘 图丹静忍不住举起粉拳 捶了捶她的胸膛 哪叫你这玩意和驴一样 宋清书试探着出了两下 可是我看王妃这里 已经划得不成样子了 就算划也疼 图丹静没好气地按着她的肩膀 人家已经好久没有 没有做这种事了 再加上你又这么 先让我缓缓 锦尊王妃发指 宋清书嘿嘿笑了笑 腰身动作放得轻柔起来 不求功成略地 只求固守现有的地盘 现在才想起我是王妃了 图丹静恨不得咬她一口 不过感受到对方温柔的动作 她有些僵硬的身体 这才慢慢地放松下来 我 我好了 图丹静将一双雪白的腿盘 在了宋清书腰上 没想到自己居然会主动相邀 王妃 我来了 得到家人的邀请 宋清书腰身一沉 便直根没入 图丹静一下子信眼圆征 那一瞬间她仿佛整个人 都被贯穿了一样 不过她的身体 也早就做好了容纳的准备 很快紧促的眉头便舒张开来 神情也变得欢畅甜美起来 一开始她还刻意压抑自己的声音 可当宋清书将她整个人抱起来 贴到挨着隔壁的墙上一阵捣弄 她便再也忍不住 欢畅甜美的交引也传到了隔壁 在要力的作用下 完颜亮越战越勇 这个时候突然听到妻子的叫声 整个人动作一下子僵住了 心中有一股难言的酸楚 自己这样做究竟值得麻 听到隔壁的动静越来越大 完颜亮不禁有些恼羞成怒 唐阔变这狗日的 不是自己老婆用着也不心疼麻 她再也忍不住 要分开身下女人的双腿 狠狠地抱负起来 两边仿佛在竞赛一般 声音此起彼伏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完颜亮就算有药力刺激 也有些撑不住了 浑身一抖遍搂着身下的女人喘着粗气 哼 这一晚上我弄了她老婆七八回 也不算吃亏了 完颜亮暗暗地想着 可是隔壁妻子的声音娇媚入骨 完全没有停歇的意思 听得她心里酸溜溜的 有心在弄戈壁 可惜已经有心无力 再加上太过操劳 一边听着妻子的叫声 一边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第二日天还没亮 宋青叔和完颜亮便按照之前的约定 悄悄出了各自房间在庭院里一处凉亭里碰头 两人极为诡异地交流了一下眼神 异口同声地问道 昨晚如何 戈壁简直是人间极品 又滑又嫩 唐阔兄这些年当真是好艳福 本王昨晚实在是太满意了 完颜亮故意这样说想刺激一下对方 谁知道因为昨晚的女人根本就不是戈壁 所以说宋青叔一点情绪波动也没有 反倒是平平淡淡回到 昨晚在王妃身上驰骋的时候 王妃不停地在我耳边喊着王爷的名字 当真是对王爷爱到了骨子里 完颜亮顿时受到了一万点暴击伤害 他本想刺激一下糖扩变 结果弄得自己一肚子郁闷 见完颜亮一脸难看 宋青叔担心他恼羞成怒之下 做出什么无法预料的事情 急忙转移话题 王爷为了不让他们发现破绽 昨晚发生的事情 我们今后在他们面前之字不提如何 第851章优先权 宋青叔之所以要特意提出来 是因为昨晚他骗了图丹静 让他以为自己是不愤完颜亮欺负戈壁 所以才去欺负他报复回来 如今图丹静会想方设法掩盖 昨晚和自己的一切 若是完颜亮还像之前约定的那样 假装昨晚和他一起 他俩发现口供对不上 总有一个人产生怀疑 不管是谁怀疑 都不是宋青叔愿意看到的 万幸的是完颜亮刚才被他的话伤得不轻 一想到自己的妻子在对方身下婉转成欢 他就十分不爽 听宋青叔这样说 他也就顺势答应下来 免得和妻子聊起昨晚的事情 导致更大的心理阴影 见完颜亮答应 宋青叔暗中输了一口气 方才继续说道 王爷 如今我们也算一家人了 之前提到的那件事情 能不能透点底了 尽管有些不爽 图丹静昨晚被他欺负了 可以想到自己也算得尝所愿 终于得到了戈壁 完颜亮的心情也就好了起来 那是当然 从今以后我俩就如同手足一般 兄弟如手足 妻子如衣服 手足不能割舍 衣服却能换着穿 宋青叔暗骂他的无耻 脸上却笑道 哪天王爷若是又有了雅信 我们可以再换穿一次衣服 好 就这么说定了 完颜亮大喜 心中寻思昨晚操劳过度 恐怕的过段时间才有精力 自己趁这段时间的好好滋补一下 两人随意聊了一会儿过后 完颜亮终于开始说起了正事 唐阔兄 如今你已经不是外人 那有些事我也不瞒你了 还记得我之前问过你更看好谁继承皇位吗 宋青叔点点头 试探着问道 如今魏王意外身亡 看起来皇位很有可能落到皇上的弟弟长圣王手里啊 完颜亮冷恒一生 长圣王看似机会最大 实则不然 他和皇上两兄弟之间早已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皇上绝不可能将皇位传给他的 王爷所说的矛盾是指桃花夫人麻 宋青叔这段时间在京城 对他们兄弟和这个女人的事情也是有所耳闻 不错 当年还是太宗当皇帝 那个时候如今的皇上和长圣王都是闲散王爷 桃妖最后选择了长圣王 当时皇上虽然心痛却也没法做什么 可是当皇上登上皇位过后 这一切都变了 他是皇帝 想要这天下间哪个女人要不到 现在唯一顾虑的就是抢兄弟媳妇而名声不好听 而长圣王爷早就知道皇上对桃妖的心思 所以一直也在暗中谋划 他们两兄弟关系紧张 已经是一触即发 完颜亮说道 那个桃花夫人真的有这么大魅力吗 宋青叔有些难以理解的说道 一个皇帝为了一个女人 搞得兄弟反目 国家动荡 真的值得麻 嘿 若不是桃妖这些年在长圣王封地上身举剪出 很少露面 金国第一美人儿的名头未必能落到戈壁头上 说起桃妖 完颜亮变一副艳羡之色 心中暗暗万习 可惜他的身份比戈壁更难搞 自己根本没机会一亲方则 宋青叔终于动容了 戈壁的美貌他是体会过的 能与戈壁媲美的 绝对是倾国倾城的大美人人 既然长圣王不可能得到皇位 而皇上又没了子嗣 那王爷认为谁有机会得到皇位呢 宋青叔再次试探道 完颜亮并没有回答 反而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 唐阔兄觉得呢 宋青叔一愣 回忆起历史上完颜亮最终篡位了 心中一动 便压低声音说道 王爷身为太祖长子长孙 同时宗室诸王李 无论文才武功 没有谁比得上王爷 所以我觉得这皇位除了王爷之外 没人有资格染指 完颜亮顿时大喜 唐阔兄果然是本王的之音 按理说以他的城府 是绝不会这么轻易表露心机的 可昨晚刚和唐阔便换了衣服 有了这一层关系 两人的联系可比一般朋友紧密的多 再加上要瞒着各自的妻子 两人利益一致 完颜亮下意识将对方 当成一根绳子上的扎帽 更令人吃惊的是 对方说的这些话 简直是每一个字都说到 完颜亮心坎里去了 他内心深处就是这样想的 多少次夜深人静之时 他一想到平日里朝野那些老家伙 商量皇储的时候 从来没有一个人考虑过 他这个太祖的长子长孙 就愤怒地发狂 当年皇位从太宗一脉 回归太祖一脉 被金西宗抢了先也就罢了 如今他绝不允许自己失败第二次 这已经成了他内心的一个心谋 由于关系重大 他从来没有和任何人说过 连面对心腹肖玉的旁敲侧及 他也只是以沉默回应 这次听到宋清书的话 简直升起了一种高山流水之感 哼 本来想着你占了王妃的便宜 等他日本王登上地位后 又岂能容你活在这世上 没想到你却是如此知情 逝去一个人物 也罢 将来本王就留你一条性命 嘿嘿 到时候让你眼睁睁 看着戈壁被我照进宫里玩乐 那种感觉应该更刺激吧 完颜亮心中虽然这样想 嘴上却是另外一番说辞 唐阔兄 如今我们的关系已经比兄弟还轻 只要唐阔兄能助我登上皇位 你就是从龙第一功臣 到时候上书令都元帅的位置就是你的 多谢王爷 或不 多谢皇上 论演技 宋清书也不差 完颜亮顿时被逗得哈哈大笑 两人继续聊了一会儿天过后 宋清书突然问道 王爷心中是否有了除掉长盛王的方法 除掉他干什么 完颜亮眉头一皱 他和西宗之间迟早要火病 我这个时候插手未免不太明智 宋清书摇头说道 王爷有所不知 若是正常情况下 坐山观虎斗才是上上策 可如今皇上的身体已经是一日不如一日 谁知道他哪天就驾崩了 到时候梁虎还没斗成 长盛王就成了最大的赢家 说句不中听的话 长盛王是皇上的亲弟弟 而王爷您只是皇上的堂兄 要是皇上真的突然有个神吗 您说满朝文武会支持谁呢 完颜亮心中一动 西宗的身体的确是一个隐患 不知唐阔兄有什么建议呢 第852章笑到最后 宋清书答道 唯免夜长梦多 我们要提前下手 怎么得提前下手法 完颜亮心中一跳 宋清书暗暗输了一口气 自己折腾一半天 终于有机会利用他了 自从我投靠王爷以来 还寸功未利 现在正好有一个一十二鸟之计 希望能替王爷分忧解难 完颜亮神色一动 急忙说道 唐阔兄快快请讲 完颜亮岛没有怀疑对方的动机 自己身边人才济济 唐阔便若是什么功劳也没有的话 就算自己许下上书令的位置给他 他也不敢相信 所以想方设法立功 是对方这个时候最直接的想法 皇上和长盛王二虎相争 只有最后皇上胜利 才是对王爷有利的 不然要是长盛王胜利了 王爷今后恐怕要被他死死压在脚下了 宋亲书的话让完颜亮频频点头 有道理继续说下去 可是如今皇上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 谁也不知道他哪天会游进灯窟 所以说我们必须在皇上身体还能支持得住的时候 解决掉长盛王 这样一来圣下的宗室王爷里没有谁的继承权明显比您高的了 王爷就能凭借自己的才干争取朝臣们的支持 宋亲书暗暗佩服自己 这些年来各种出生入死 搞得自己忽悠的功夫真是一日千里啊 完颜亮意外地看了他一眼 心想着唐阔变平日里一副莽翰的形象 没想到还真有几分见识 他分析的一点没错 这也是他最乐于见到的局面 一旦魏王和长盛王这两个名正言顺的继承人消失过后 剩下的就是群雄逐鹿各凭本事 相信以自己的才智以及这些年来培养的势力 绝对可以突颖而出 可如何才能解决掉长盛王 完颜亮暗暗警惕 毕竟长盛王也是实力强大 他并不想贸然和对方火并 以致便宜了别人 借刀杀人 宋青书沉声说道 借谁的刀完颜亮神情移动 只要不需要他直接对付长盛王 那就没什么问题 皇上的刀 宋青书一字一句答道 怎么借完颜亮突然若有所改 难道是利用讨腰 宋青书摇了摇头 这么多年了皇上都没有对 讨腰下手 证明了单独一个女人 还不足以让他下定决心 大唐阔凶是指 完颜亮这下真的被他勾起了兴趣了 王爷应该知道这次为王的事吧 宋青书问道 知道 完颜亮迟疑了片刻 总觉得他死得有些蹊跷 宋青书笑道 王爷都有这种怀疑 那么身为父亲 皇上岂不是更怀疑 完颜亮心中模模糊糊已经猜到了他的打算 你是只利用这次的事情 不错 宋青书陈生说道 皇上已经派了晚医院秘密调查此事 只要我们利用这次机会 将罪名推到长盛王身上 那么长盛王就完了 可是晚医院铁板一块 只听皇上一个人的命令 我们并不好插手其中 完颜亮思绪飞转 很快便意识到其中的关键之处 王爷 我之前不是说过此季叫一十二鸟吗 宋青书胸有成竹一笑 第一只鸟是长盛王 第二只鸟便是这晚医院 晚医院 晚颜亮悚然一惊 不错 宋青书紧紧地望着他 这个机构就相当于皇上的两只眼睛 随时随地关注着京城里发生的一切 有他们的存在 王爷不管做什么都会束手束脚 晚颜亮唯唯汗手 这些年来晚医院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威慑 又只听皇帝一个人的 他早就想着除之而后快 可惜一直都没有机会 你有办法对付晚医院 晚颜亮有些怀疑 毕竟晚医院本身就是一个特务机构 又深的皇帝信任 能动用的资源极大 要除掉晚医院又哪会是件容易的事情 当然有办法 宋清书笑道 王爷觉得晚医院为什么会这么强大 这 晚颜亮不经语色 他脑中想到了太多太多的因素 归根结底是因为皇帝的信任 所以他们才会这么强大 宋清书从后世穿越而来 看问题的眼光可谓是一针见血 所以要除掉晚医院也很简单 只要皇上不再信任他们了 他们便有狼变成了羊 不 唐阔兄快替本王解惑 晚颜亮一把搂过宋清书肩头 与其亲热无比 若说之前晚颜亮只是贪图唐阔辩辩 妻子的美貌才和他接近的话 如今他已经正儿八经把对方当成一个伙伴了 宋清书又些不习惯被他这样搂着 不过清楚这是对方拉拢人心的手段 也就由着他去了 晚医院除了是皇上的特务机关之外 还负责关押一批身份特殊的犯人 其中一个上次王爷和我还在秋香楼见过了 晚颜亮心中一动 你是说那些宋朝公主 不错 据我所知皇上相当看重这批特殊俘虏 若是这些俘虏在严密防守下却被晚医院弄丢了 王爷你觉得皇上会是什么反应 宋清书反问道 晚颜亮本就是心思机敏之辈 被他这么一提醒顿时恍然大悟 皇上必然会对晚医院的能力产生怀疑 而且以他那暴躁易怒的性子 晚医院那批高层恐怕没一个友好下场 那样一来本王就有机会拉拢那些人了 哈哈 唐阔兄你真是本王的在世张良啊 王爷过奖了 宋清书脸上虽然在笑 心中却是暗暗警惕 这晚颜亮这么快就能举一反三 果然是个人才 万一日后真的被他掌握了晚医院 那麻烦可就大了 可是宋清书如今也没有其他办法 晚医院对那晚的事情开始调查 裴曼皇后和赵胡人姐妹随时都处在危险当中 唉 明知是隐阵止咳也只能先考虑眼前危机了 晚颜亮却越来越兴奋 仿佛自言自语地说道 本王可以找人调走晚医院的高手 再趁机派欧阳峰等人攻破晚医院就走那些公主 然后西宗事后调查这件事 我故意留下指向常圣王的线索 卫庄城常圣王担心被晚医院查出真相 所以先下手围墙 哈哈哈哈 此祭圣庙 圣庙 王爷在说圣庙呢 这么开心 两人在凉亭里聊了这么久 天色已经渐渐亮了起来 房中的涂丹静也醒了过来 涂丹静本来还因为昨晚的事情忐忑不安 可是出门后看到丈夫居然和唐阔变神态清热地沟兼搭背 一时间哭笑不得 不知道说些什么 为了掩饰心虚 只好假装没事一样随口搭了一句话 是啊 夫君和王爷在聊些什么呢 与此同时戈壁也从屋里走了出来 他自然是趁完颜亮离去之后 再由密道跑到屋里将房中那个价戈壁给换走了 本王和唐阔兄正在聊一些高兴的事 哈哈哈哈 完颜亮回头看了一眼图单静 发现妻子今天的气色特别好 平日里因为长期在佛堂念经缺乏阳光照射导致 脸颊略显苍白 可今日却显得特别红润 昨晚唐阔变这丝也不知道滋润了他多少遍 完颜亮忍不住酸溜溜地想到 刚好这个时候戈壁也出来了 完颜亮为了驱散心中的酸楚感 急忙往自己的战利品望去 也许是心理作用 他看戈壁今天也比平日里娇艳了几分 心中忍不住地一起来 哼 本王昨晚一共设了七次精华在他体内 得到本王的语露滋润 果然效果不同凡响 注意到他那赤裸裸的目光 戈壁心中一阵厌恶 不过脸上却不能表现出来 只好急忙走到宋亲书身边 故意交参道 夫君 你们怎么都起来得这么早呀 听到他的话 场中几人脸色各个都是精彩万分 完颜亮心中黑黑直笑 小娘子 昨晚在你身上纵横驰骋的夫君 可是本王落 图丹静也是一脸怜悯地望着他 哎 戈壁还不知道昨晚发生了什么 不过无知又何尝不是一种福气呢 如果要我选的话 我宁愿像他这样一直被蒙在鼓里 宋亲书将完颜亮脸上的得意 以及图丹静脸上的矛盾 看得一清二楚 他也忍不住感慨起来 他们以为戈壁是蒙在鼓里的傻瓜 结果最得意的完颜亮反而是最傻的哪一个 图丹静至少还知道一半的实情 完颜亮却是什么都不知道 宋亲书一把搂住戈壁鲜柔的腰肢 笑着说道 我有一些事情要和王爷商量 所以起来得早了待你 是不是吵到你了 没有 你们隔得这么远 说话哪里会吵到我呢 这样吧 你们先聊 我去吩咐下人准备早善 戈壁担心在完颜亮面前待得太久 会忍不住心中的怒火 便趁机离去 只给几人留下一个奄然一笑的背影 那一笑的风情图丹静 身为女人都看呆了 忍不住恨恨瞪了丈夫一眼 难怪她会色胆包天 昨晚做出那样的事来 一想到昨晚隔壁传来那惊人的动静 图丹静心中忧怨便更甚了 第853章刚私上跳舞 隔壁一离开 现场只剩下图丹静一个女人 她看了看丈夫 又偷偷看了看送亲书 别提心中多别扭了 一想到这两个男人都和她上过床 她便如坐针毡 急忙找了个理由 借口要回府中礼佛起身告辞 顽严静昨晚做了对不起她的事情 正觉得心中愧疚 便决定陪妻子一同回去 王爷王妃 用过早膳再走麻 送亲书似笑非笑地说道 顽严静其实也想再看看戈壁 不过见妻子去意已决 便笑着拒绝道 不必劳烦了 我们已经打搅多时 正好府中有事 我们先回去了 下次有机会再聚 她刚才和送亲书一番交谈 只觉得获益良多 急需回府找心腹智囊 销育商议 所以便顺势告辞 随即起身对图丹静说道 小静你现在这里做会儿 我出去吩咐下人将车马备好 图丹静一想到要单独面对送亲书 不由心中一慌 正要叫住丈夫 谁知道完颜亮走得太快 她还没来得及喊出声 对方便消失在院子之外了 送亲书注意到了她的神情 不禁笑道 王妃就这么不喜欢和我待在一起吗 图丹静脸上一红 你自己知道为什么 常言道一日夫妻百日恩 王妃现在这样未年也太绝情了些 送亲书一动脚步 来到了图丹静的身边 对方站在她身边 图丹静觉得天色一暗 感觉阳光都被她遮住了大半 忍不住又想到昨晚对方那种压迫的气势 胸脯不禁又有些激动地起伏起来 我已经说过了 我们之间只限于昨晚 你不要得寸进尺 图丹静说完话 不想被对方的气势所压迫 急忙站了起来 王妃说的我都有点自卑了 宋亲书一脸黯淡地说道 你自卑什么 图丹静忍不住心中好奇 下意识问道 不过刚一问出口 就后悔不迭 自己搭理这个混蛋干嘛 宋亲书上前一步 欺辱他身前一尺之内 原必舒展搂住他柔软的腰肢 一把将他搂到自己怀里 叹了一口气 本来我还相当满意昨晚的效果 以为能让王妃实随之位呢 没想到王妃居然一点留恋之意都没有 那证明我昨晚没让王妃舒服 你说我能不自卑吗 图丹静没料到他这么大胆 光天化日之下居然敢公然搂住自己 一时间蒸蒸地有些说不出话来 两人身体紧紧靠在一起 只隔了两层衣服 他很快便感觉到了对方身体的炙热与坚硬 不免又羞又怒 你不要命了 王妃马上就回来了 仿佛是回应他的话 不远处果然传来了 完颜亮往这边走来的声音 小静 马车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走吧 听到丈夫的声音越来越近 图丹静心荒意乱 急忙挣扎起来 可是对方的双手仿佛铁箍一般 他根本动不了分毫 你到底想怎么样 图丹静真的慌了 王妃让我轻一下 我就放手 以宋亲书的修为 知道完颜亮要出现在院子门口 还是要时来袭的时间 这点时间足够他发挥了 图丹静差点没气晕过去 都这个关头了他还想占自己便宜 丈夫就在外面 他哪敢答应对方 可是不答应的话 对方又不会放手 被丈夫看到两人搂在一起 同样要完蛋 见图丹静脸色一悔而红 一悔而白 宋亲书快速说道 王妃若是在犹豫的话 王爷就到了 快轻吧 图丹静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下巴一扬 红润润的嘴唇展现在对方面前 看到他紧闭的双眼睫毛轻颤 宋亲书知道他此时肯定是害怕不已 哈哈一笑便低头吻了上去 也许是想到丈夫马上就会出现 图丹静觉得这一吻让他有一股灵魂上的站立 浑身上下仿佛有一股电流流过 苏苏妈妈的令人心悸 小静 唐阔兄 你们在做什么 这个时候院子门口已经传来了 完颜亮疑惑的声音 完了 完了 被他看到了 图丹静双腿一软 若不是被宋亲书搂着 早已站立不住了 宋亲书这才适时放开图丹静 笑着回头对完颜亮说道 没什么 王妃刚才眼睛进了沙子 我帮他看了看 图丹静都有些佩服这个男人了 简直撑得上胆大包天 到了这个时候了 书席谎话来居然依旧脸部红心不跳 不过让他意外地试完颜亮居然没什么怀疑 反而一脸关切地跑了过来 小静 你没事吧 没 没事 图丹静有些疑惑地看了宋亲书一眼 也不知道他使了什么魔法 丈夫难道没看到刚才的情形吗 宋亲书悄悄对他眨了眨眼睛 弄得图丹静急忙移开目光 王爷 我有些不舒服 我们快回府吧 好好 完颜亮不予有他 伸手想来牵他 不过图丹静心终有愧 下意识就躲开了 我送送你们 宋亲书说道 完颜亮急忙摆手 不用了不用了 唐阔兄请留步 昨晚尊夫人没有休息好 你去安慰他一下吧 一边说着还一边对宋亲书几没弄眼 宋亲书暗自冷笑 也就停下脚步 既然如此 我就不送了 两位慢走 图丹静这个时候一颗星星上八下 哪还有功夫去埋怨丈夫 直到他和完颜亮一起 经过小院子门口之时 他忍不住好奇回望了一眼 这才发现了刚才的秘密 原来从这个角度望去 宋亲书魁梧的身体配合着他身后的披风 将凉亭里的情况挡住了大半 刚才自己被他搂在怀里 整个人都被他的背影挡住 难怪丈夫没有看出什么异常 心中一块大事落地 图丹静这才开始回味起刚才那惊心动魄的一文起来 唇角不经意间泛起一丝笑容 这个混蛋还真是胆大欣喜 他忍不住又想到两人第一次见面 双手不小心碰到一起那种触电的感觉 还有昨晚那种前所未有的刻骨铭心感觉 一时间不由吃了 难道那的男人才是我命中注定的真爱 第854章在进宫 这个念头刚一升起便被图丹静压下去了 出身大家族的他 比谁都明白婚姻比爱情重要的道理 更何况自己和完颜亮之间那才是爱情 和唐阔便发生的一切只能叫做一场美丽的误会 一路上图丹静患得患失 不知不觉便回到了府上 一回到王府 完颜亮拉着他就往卧室走 图丹静终于反应过来 王爷要做什么 完颜亮黑黑笑道 小静 我们来亲热亲热 原来他一路上都在想昨晚唐阔便压在妻子身上的一些画面 越想心中越不舒服 可是身体却不由自主地兴奋起来 一想到妻子身体里还有其他男人的精华 这个时候肯定是泥泞一片 他就更加口干舌燥 所以一回家他就搂着图丹静想亲热 图丹静自然不清楚丈夫变态的心理 他想到昨晚刚和另外的男人做了对不起丈夫的事情 现在身体一片狼藉 要是和丈夫亲热岂不是全曝光了 他哪敢同意 更何况他现在不知道为什么 也有些不愿意让丈夫碰他的身子 急忙想出各种借口 终于成功打消了丈夫的念头 看着妻子去沐浴的身影 完颜亮心中便憋了一团邪火 不过他总算知道正是重要 便将生理欲望暂且搁置在一旁 急忙派人将心腹肖郁照了过来 听到完颜亮说起他与唐阔便的对话 肖郁眼中金光闪动 忍不住赞叹道 以前还当堂阔便是个头脑简单的满汉 没想到他居然有这等大财 这一十二鸟之计实在是妙 只要操作得当 我们不仅能除掉长盛王这个最大的对手 还能趁机剪除皇上的羽翼 让他彻底成为孤家寡人 完颜亮大喜道 连你也觉得此计可行麻 此计虽然精妙 可是 肖郁突然露出一脸犹豫之色 属下更担心的是唐阔便 他毕竟是皇上的亲妹夫 是当朝驸马 属下想不通他出于什么理由会帮王爷 此人不得不防啊 完颜亮哈哈笑道 这个你不用管了 唐阔便此人的忠诚 本王毫不怀疑 不知王爷何以这么肯定呢 身为完颜亮的首席智囊 肖郁明白主公的图谋稍有不慎 就是抄家灭族的大祸 他不得不谨慎些 具体原因本王不方便和你透露 你只需要知道唐阔便和本王 是一条绳子上的马扎就行了 完颜亮脸色一热 昨晚的事情实在是太违背伦理刚常 他哪敢说给第三人听 既然王爷这么肯定 那属下也不多问了 尽管肖玉依然怀疑 可是他也相信完颜亮的判断 自己这个主公虽然荒淫了些 可是文涛武略都是上上之选 要瞒过他并不容易 你觉得这个一十二鸟之计 具体该怎么操作呢 完颜亮自己心中也有了雏形 可很多细节还需要自己 这位号称小诸葛的智囊完善 肖玉沉思片刻 便开口说道 属下认为应当双管齐下 先派人调走婉医院的骨干人物 再派高手劫走那些宋朝公主 婉医院的首领是大内总管大兴国 不过他要随时服侍在皇帝身边 所以平日里婉医院的日常事物 是由皇上的妹妹 齐国公主完颜平主持 再加上菩查士杰与菩萨忽图两大高手辅佐 这三人可以说是婉医院的中枢首脑 只要调走了他们三人 婉医院群龙无首 面对攻击短时间内无法有效组织起力量 便不足为惧 完颜亮追问道 如何调走他们三人 据本王所知 他们三人都是由言不清的性子 又对皇帝忠心耿耿 很难被收买 世人都有弱点 肖玉医父之珠在握的表情 菩查士杰的弱点就在于她的妹妹 只要利用菩查秋草做文章 调走她不难 菩萨忽图则为人致孝 利用她的寡母 也容易调走她 婉医院的规矩 必须一人留守院中 所以成功调走两人后 剩下的完颜瓶是几乎不可能被调走的 完颜亮先是一惊 继而笑道 你这样说 肯定已有应对之策了 这是当然 焦玉啰了啰下巴的山羊湖 完颜瓶性格很辣刁蛮 又是皇帝的亲妹妹 本来她是几乎没有弱点的 不过女人总躲不开一个情字 据我所知 她好像和她姐夫唐阔变之间有些不清不楚 我们到时候以唐阔变的名义 必能将其成功调走 完颜亮想到之前完颜瓶一大早 跑到府上来找唐阔变 不由暗暗点头 她们之间绝对有染 嘿嘿 唐阔变这丝当真是好艳福 摘采了这么一对漂亮的姐妹花 哼 昨晚本王付出了王妃 怎么也要将她们姐妹都给赚回来 完颜亮这个时候已经打定主意 一有机会就向唐阔变提出交换一下完颜瓶 唐阔变连妻子戈壁都献出来了 不幸她会舍不得一个小姨子 则则 要是能将她们姐妹放在一张床上 那酸爽 骁玉不清楚自己的主公此时已经陷入了无限YY之中 继续完善着整个计划可以肯定 事发过后西宗必然会追查他们的万乎职守 所以我们需要故意留下一些线索 指向常圣王 成功调走他们三人之后 王爷就可以请欧阳先生等宗室高手出手 供过婉医院将那些宋朝公主掳走 婉医院经历了这样惨重的失败 自然就失去了皇上的信任 而且菩查士杰等人肯定会被皇上严惩 到时候王爷在趁机拉拢 便可以除掉皇上在京城的眼睛 完颜亮和肖玉在府中阴谋的同时 宋清书已经换上小心国的容貌 悄悄溜进了皇宫 毕竟他的和培曼皇后以及皇山女等人通气 以免面对婉医院的调查 他们慌张之下使出什么昏招 鉴于皇后请宫出事后守卫森严 宋清书决定先去找皇山女了解一下情况 结果刚到小心国的住处门口 皇山女便一身宫女装扮从屋里出来迎头撞到了她怀里 第855章特殊龙爪手 皇山女心中顿时大惊 她出门时担心被宫里的人看见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特意用奇迹感受了一遍 确定门口没人才出来的 如今却撞到了人 那证明对方绝对是个高手中的高手 他的手比他的思维更快 五根鲜鲜玉指表面泛起一道晶莹之色直接往来人咽喉抓去 宋清书也很郁闷 本来温香软玉在怀 他还想调笑几句 谁知道对方一出手便是狠辣的九鹰白骨爪 角度刁钻无比 瞬间便出现在了自己咽喉处 以皇山女的修为 这么近距离出招 整个江湖上能躲开的屈指可数 只不过他运气实在不够好 遇上的偏偏是宋清书 仓促之间宋清书也来不及考虑 头往后一扬 趁着对方一爪落到空除导致真气微微有些不顺之际 抬手往对方手肘麻穴一扫 皇山女两只手顿时软了下去 宋清书却丝毫不敢怠慢 知道九鹰白骨爪后续攻势一浪接一浪 哪敢让对方继续 双手毫不迟疑地往对方胸前大穴扣去 呃 这一切动作都是宋清书下意识的本能反应 直到双手传来惊人的软绵之感 他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是你 皇山女这个时候已经看清了宋清书的样貌 整个人顿时僵住了 sorry sorry 这完全是误会 宋清书急忙松开双手举了起来 我要杀了你 皇山女顿时爆发了 一脸寒霜地往他身上攻去 宋清书一边闪躲一边叫道 杨姑娘 刚才真的是误会 我真不是有意啊 谁知道对方根本不搭理他 竟选些九鹰针精力威力巨大的武功攻了过来 发生什么事情了 屋里的赵福晶听到动静急忙跑出来查看 看到妹妹和宋清书打成一团 整个人顿时愣住了 看到他宋清书仿佛看到了救星 整个人身形一闪便躲到了他身后 快速说道 你妹妹要杀我 皇山女面沉如水 丝毫不搭理他 继续往他攻过来 谁知道宋清书极为赖皮 双手搭在赵福晶肩膀上 时不时改变他的方向来做盾牌 皇山女清楚自己的姐姐不懂武功 生怕伤了他 急忙停了下来 双目中尽是怒火瞪着宋清书 姓宋的 你也是堂堂一代高手 怎么这么不要脸面 有本事出来和我痛痛快快打一场 宋清书苦笑道 我不是怕跟你打 只是我们两打生打死 实在没啥意义啊 应若 到底是怎么回事 赵福晶也被现场弄得一阵头大 忍不住横了一声 我 皇山女刚一张口 脸颊便有些红了 这个时候他依然能感觉到 胸骨上传来的酸麻之感 忍不住横了一声 你自己问他 面对赵福晶疑惑的眼神 宋清书急忙解释道 刚才我和杨姑娘之间发生了一点误会 呃 就是这样 只不过我的手不小心抓到了 抓到了杨姑娘的胸 赵福晶也是听得白眼直翻 难怪妹妹这么生气 一个黄花大姑娘 被男人摸了胸 任谁也要生气 不过这段时间接触 他也相信宋清书的人品 知道他绝不会故意做这么龌龊的事情 便给两人当起了合适老 阴落 人家宋公子都说了不是故意的 也和你道歉了 你就不要再放在心上了 无解你不懂武功 所以才会被他给骗了 黄山女跺了跺脚 我又不是那种无理取闹的人 如果他 他真是无意间碰到 念在这些日子的交情份上 我也不会追究 可是刚才电光火石之际 他每一招都刚好克制我的招数 明显是经过精心设计用来对付我的 最后 最后那一下 又怎么可能是无意的 宋清书终于明白过来 他为什么会这么生气 不由苦笑道 杨姑娘 你真的误会了 不错 这几个连招我的确早就创出来了 可是不是为了对付你 而是 而是我和纸若玩的一些规防游戏 你也知道他也会九阴白骨爪 有时候他被我欺负狠了会忍不住用九阴白骨爪来挠我 我当然也不甘示弱了 就自创了这么一个抓奶龙爪手来破他 呃 看到两女那古怪的眼神 宋清书善善地笑了笑 名字是低俗了点 不过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刚才杨姑娘你突然朝我攻过来 仓促之间我根本来不及反应 只是下意识回击 这才不小心冒犯了姑娘 我发誓 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冒犯你的 黄山女一张俏脸一悔而红一悔而白 其实这个时候冷静过后 也知道宋清书没有骗他 只是想到自己吃了这么大一个亏 他就恼怒不已 甚至将周芷若也给恨上了 哼 这女人真不知羞 居然亵渎神功 用来和丈夫调情 见他不说话 宋清书接着说道 若是杨姑娘还不解气 我可以让你抓回来 这样一抓还一抓 我们两不相欠 一边说还一边挺了挺胸膛 去死 黄山女差点没被他骑晕过去 一旁的照福金也称怪地看了他一眼 这个宋公子也真是的 这仗能这样算吗 好了好了 大家握手言和 以后谁都不许再提起这事了 照福金见妹妹虽然恼怒 却并没有再动手的意思 便趁机转移话题 宋公子 你这么匆忙进宫找我们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嗯 宋清书点点头 我得到消息 知道晚医院在开始查那晚的事情 担心胡二和圆圆的安危 便进宫来看看 说到正式 黄山女声音也恢复了正常 昨晚晚医院刚言行拷问了魏王府众人以及当晚太和殿的侍卫 胡二和圆圆身份特殊 暂时被裴曼皇后留在身边保了下来 不过恐怕再隔一两天她自身都难保 一旦晚医院的人查出魏王进宫的时候没喝酒 那他们几人就危险了 你刚才那么急 是打算去哪儿 宋清书好奇地问道 听她提起刚才的事情 黄山女没好气地瞪了她一眼 方才答道 我打算去找裴曼皇后商量一下应对办法 宋清书上下扫了她一眼 表情有些古怪 那你为什么要穿成这样 原来黄山女现在一副宫女的装扮 比起平日里的冷若冰霜 现在看着要娇俏可人得多 被宋清书的目光弄得浑身有些不自在 黄山女脸色为红 急忙测了测身子 那晚事情发生之后 太和殿守卫森严了许多 三步一少五步一岗 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 所以我才打扮成功女的模样 试试看能不能混进去 宋清书摇了摇头 你这样子肯定混不进去的 别人一眼就能看出你是假冒的 第856章郡主与圣女 为什么 黄山女一争 这副打扮是她和姐姐一起 捣鼓了一半天才弄出来的 两人自信与其他宫女比起来 并没有什么差别 宋清书目光落在她雪白无暇的脸颊之上 忍不住笑了笑 宫女哪有这么漂亮的 要真有这么漂亮的宫女 早就被被皇帝收了成为医工之主了 那些侍卫又岂会不认识 那你说怎么办 尽管辛辛苦苦的装扮被她否定了 可是听到宋清书变着法子夸她漂亮 黄山女便有些两颊声晕 我们用轻弓飞进去拜 宋清书一脸轻松地说道 轻弓 黄山女秀眉一皱 我不得不提醒你一下 如今太和殿周围全是侍卫 清工再好也不可能再不惊动他们的情况下潜入进去 那是你清工还没到家 宋清书一句话差点没把黄山女气个半死 望着气鼓鼓的黄山女 她一把拉起对方 走了 去哪儿 手被她拉着 黄山女并没有什么反应 这段时间相处下来 不是衣服被脱就是胸脯被抓 与那些比起来 拉拉手实在是太纯情了 连黄山女自己都没意识到有什么不妥 当然是去太和殿了 宋清书回头对赵福晶挥了挥手手 无解 我们先走了 说完拉起黄山女便往太和殿方向飞奔而去 尽管黄山女早就知道宋清书清工很高 可没想到会高到这种地步 本来她一开始还想运起清工减轻对方的负担 谁知道几步过后就亮亮呛呛 若不是宋清书搂住她的腰 现在她已经以一个极为难看的姿势摔倒在地上了 全身放轻松 搂着我就好 宋清书回过头来对她温柔地一笑 黄山女被她的笑容弄得心中莫名一跳 这混蛋有时候看起来也不是那么可恶麻 感受到对方坚强的臂弯 黄山女身子鲜石一僵 很快又软了下来 她知道对方不是要占自己便宜 也不会一惊一乍为了这点小事就和她拼命 其实她自己都没意识到自己的转变 换做是以前 就算别人没有邪念 可是她连衣脚都不会让男人碰一下 和宋清书相处这一段时间 她的容忍底线也越来越低 黄山女很快就没心思胡思乱想了 因为她已经被迎面而来的狂风吹得有些睁不开眼睛 她知道这是因为两人速度太快的缘故 心中不由惊叹不已 别说我达不到这样的速度 就算达到了我连眼睛都睁不开 眼睛被风吹得极为难受 黄山女不由自主将脸埋在了宋清书胸膛里 这样一来就好受得多了 隐隐约约听到对方胸膛传来的心跳声 她雪白的肌肤上渐渐浮上了一层淡淡的红韵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黄山女眼神的余光挑到了不远处太和殿宫殿的一角 忍不住提醒到太和殿快到了 你打算就这样直接闯进去吗 对呀 就这样直接进去 宋清书话音刚落 黄山女便感觉到前面的狂风消失了 她不禁好奇地抬起了头 然后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周围的一切东西仿佛都变得静止了 不远处花丛中那几只蝴蝶一直停在空中 从头到尾都没煽动过翅膀 太和殿周围那些是为仿佛集体化作了雕像一般 有点眼睛张得大大的 有的却是眼睛半壁 不管是哪种 他们都没有进一步的动作 所有动作仿佛都做到一半凝固了一般 黄山女有一种混乱的错觉 宋清书搂着她仿佛在庭院中散步一般 可是明明只迈了几步 却探过了猝食杖的距离 那些侍卫仿佛眼睛瞎了一般 根本没注意有两个人公然闯入了大殿里 你怎么做到的 黄山女往庭院中看了一眼 外面那些侍卫居然没有一个回头 你要是亲我一下 我可以考虑告诉你 宋清书笑嘻嘻地说道 不过额头上的汗水显示她此时并没有表面上那么轻松血液 去死 黄山女拱着脸催了一口 被她这一插颗打混 她也忘了继续追问 两人就这样打打闹闹一起进了裴曼皇后的寝宫 经过那晚未亡的事情 再加上晚医院的追查 裴曼皇后索性将太监丫鬟都驱逐出去了 只留下了赵胡仁赵媛媛姐妹在身边 今天她正在教导两个小丫头面对晚医院盘查如何应对 忽然听到外面的动静 不惊暗暗恼怒 究竟是哪个不开眼的奴才这个时候闯进来 正要出言呵斥的时候 看清了宋清书的样子 裴曼皇后一脸称诺顿时化为惊喜 你来了 两个小女子也看清了他们的样貌 纷纷雀跃地往宋清书冲过去 宋大哥当他们知道了宋清书和姐姐不是那种关系 没有丝毫犹豫便改口了 毕竟他们和宋清书做过那样的事情 下意识将自己当成他的女人 自然不愿意情郎变姐夫 黄山女在一旁看得直翻白眼 这两个丫头真是没良心 这么久了一个竟拉着宋清书献殷勤 都不问候我一下 亏得自己这些年一直在忙着救他们脱离苦海 宋清书虽然和照胡人他们相处的时间不多 也谈不上什么感情 不过被两个如花似玉的小女子深情地望着 她心中还是极为满足的 男人的虚荣心麻 谁会没有 安抚完两个受惊的小丫头 宋清书便将他们扔给了黄山女 自顾走到裴曼皇后面前 看娘娘气色 似乎心情还不错麻 裴曼皇后眼嘴焦笑道 本来心情是不太好的 不过看到公子来了 心情顿时变得阳光灿烂起来 几天不见 娘娘的嘴人怎么变得这么甜了 宋清书完全没有当客人的自觉 一屁股就坐到了她旁边 摘下果盘里一颗葡萄便扔到了嘴里 公子想吃葡萄何必自己动手呢 裴曼皇后翘起白皙的手指 熟练地剥开一颗葡萄又送到了她嘴边 娘娘剥的葡萄似乎更甜一点 咬碎葡萄后 汁水横流到了裴曼手指之上 宋清书顺势舔了一口弄得对方咯咯直笑 不远处的黄山女再也看不下去了 冷冷地打断道 你们两个打情骂撬够了没有 若是说够了 我们就来谈正事 哟 杨妹妹吃醋了 不知道为什么 听到裴曼皇后那种骚媚入骨的声音 黄山女就一阵不喜 注意到黄山女表情变化 宋清书知道再刺激下去 她恐怕要发飙了 便笑着说道 好好好 我们来谈正事 我知道现在晚医院在查那晚的事 不过你们不用担心 我已经有了解决之法 什么解决之法 裴曼皇后这段时间天天围着视而头疼 听到她这样说 不免又惊又喜 宋公子果然是本宫的福星啊 宋清书正要回答 突然想到一件事 不由眉头一皱 静静地望着裴曼皇后 在我说之前 需要娘娘先老实回答我一个问题 裴曼皇后娇笑起来 公子尽管问 本宫绝对之无不言言无不尽 海灵王是不是曾经上过你的床 宋清书紧紧盯着他 裴曼皇后笑容顿时凝固了 你为什么会这样问 宋清书沉声说道 你只需要回答是还是不是 原来在公子心中 人家就是那样人尽可夫的一个女人 裴曼皇后悠悠一叹 本宫堂堂一个皇后 又岂会自取灭王去和亲王结交 除了皇上之外 公子是我唯一的男人 一旁的皇山女 惊奇地看了宋清书一眼 精通九英真经的他 又岂会看不出宋清书 此时动用了一魂大法 本来还奇怪 是什么这么重要需要他用这种方式来问裴曼 可听到了两人对话 他不禁暗恼不已 这混蛋真是不知所谓 这个时候来问这种问题 宋清书面露惊异之色 因为之前听唐夫人说起过 完颜亮和裴曼皇后有一腿 所以他才不得不防 毕竟这次他是利用了完颜亮 若裴曼皇后和完颜亮有染 一旦将真相告诉了完颜亮 自己可就有些麻烦了 如今裴曼不知不觉中中了他的遗魂大法 这个时候的答案肯定是真实 可怪就怪在这里 当初唐夫人也没理由骗他 这其中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宋清书想了一半天也没想通 便将这个问题丢在了一边 反正确保了裴曼皇后与完颜亮之间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那就足够了 接着宋清书解除了裴曼的遗魂大法 这才将自己利用完颜亮的计划和盘拖出 听得四女眼中一彩连连 那晚的事情终于有替死鬼了 裴曼皇后放下心头一块大石 那些可怜的姐妹终于有救了 眼见多年的努力成功在即 黄山女同样喜不自胜 至于赵胡二和赵媛媛两个丫头 则是一脸花痴的望着宋清书 觉得自己的情郎是天底下最有本事的男人 京城许王府郡主 明天的计划会不会太显了点 许王完颜庸看着眼前娇艳无匹的女人 忍不住感慨万千 自己也算见过不少角色 可是每一次见她都会被惊艳到 与此同时 城外一处破庙之中 一群白衣人簇拥着两个脸蒙青纱的角色女子 真空家乡 无声老母 属下恭迎圣女方嫁 第857章第三股事例 第二日清晨 菩查时节正在晚医院中巡逻 自从那晚发生了未亡的事情过后 宫里的守卫顿时变得比平日里延了好几倍 突然一个侍卫从外面跑进来 在她身边耳语几声 菩查时节一双眼睛顿时瞪的像牛一样大 什么 那混蛋敢欺负我妹妹 简直是找死 说完便匆匆往宫外跑去 当她跑到晚医院门口的时候 突然迟疑了一下 不过一想到还有齐国公主和菩萨糊涂坐镇在这里 她也没什么不放心的 变风急火了地往外跑去了 他们这几个在晚医院内身份特殊 平日里倒也用不着像普通士兵一样做什么都需要请示 他们都是想走走想流流 不需要特意请假 当然他们几人都是极为有份寸之人 平日里也是忠于职守 绝不会像普通人那般偷懒耍滑 菩查时节没走多久 在另一个房间里办公的菩萨糊涂也收到了一张便条 看到了上面说她老母出事了 她不禁脸色大变 急忙对属下吩咐了几句 便匆匆离去 又过了一会儿 正在房间中审问犯人的完颜品也收到了一封信 本来她对有人突然进来打扰非常不满 一张连冷的像冰一样 不过待看到信上的内容是姐夫写给她的 邀请她到城外老地方见 完颜品顿时奄然一笑 那一刻仿佛冰雪出容 周围那些下属什么时候看到这个女魔头一样的上司露出过这种小女人家的神态 一个个都看得目瞪口呆 完颜品一抬头便注意到下属们的眼神 不由脸颊一热 故意板起了脸 看什么看 不过她虽然板着脸 可与其中却在也没有平日里那种凶悍的感觉 想到姐夫邀请自己到城外老地方见 完颜品不禁想到那晚两人在山谷下亲热的画面 很快便脸蛋人发烫 心神荡漾 这个姐夫居然约我去那里 尽管觉得有些对不起姐姐 可是一想到姐姐也做了对不起姐夫的事情 完颜品便不那么有负罪感了 犹豫了一会儿 完颜品便暂时停下了手头的案子 虽然皇兄催得急 不过和情郎相会比起来 这案子稍微突一突也没什么关系的 此时宋青叔和黄山女躲在晚医院附近一棵大树茂密的树叶之中 看着他们三人相继离去 宋青叔笑道 完颜量的计策成功了 欧阳峰他们快来了吧 黄山女却没有回答他 反而一脸玩味地看着完颜品离去时轻快的步伐 久闻晚医院大党头完颜品是个冷血女魔头 可如今她却一副少女怀春的样子 离开一脸甜蜜与期待 也不知道她的情郎是谁呢 宋青叔心中一跳 善善地笑了笑 这个我怎么知道 是 麻 黄山女故意拉长了英杰 似笑非笑地看了她一眼 可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这个完颜品应该是某人的小姨子吧 姐夫和小姨子 嘖嘖 某些人果然是好手段啊 因为姐妹们当年的遭遇 黄山女平日里最痛恨那些不尊重女人的男人 当初在少林寺和宋青叔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因为宋青叔在江湖中花花公子的名声 黄山女对她不仅没什么好感 还可以说得尚是厌恶 谁知道这次英差阳错在金国皇宫两人相处了这段时间 黄山女不得不承认之前对宋青叔有所偏见 这个男人虽然贪花好色了点 但是本事极大 而且为人也还 还不错 因此这个时候黄山女的语气中更多的是信誉 却并没有想以前那样义愤填膺令恼怒 听到黄山女的打趣 宋青叔丝毫不介意 反而取笑道 姐夫和小姨子当然是所有男人的梦想 这乃人之天性 说起来胡二和圆圆那两个小姨子也是我的小姨子呢 黄山女没料到会引火烧身 忍不住催了一口 你冒充他们姐夫的事情 我还没跟你算账呢 哼 就算我哪天要嫁人 也不会嫁给你这种花花公子 想当我丈夫 下辈子吧 宋青叔毫不以为异地耸了耸肩 下辈子也好啊 反正这辈子我身上的情债已经够多了 把你排到下辈子去 正好可以可持续发展 黄山女听到这样的回复 不知道为何只觉得心中一睹 直接将脑袋转到另一边 脸色顿时不好看起来 争气啦 宋青叔凑了过去 其实嘛这辈子我们也不是没有关系 什么关系 尽管黄山女不想搭理她 但还是忍不住心中的好奇 等将来我娶了胡二和圆圆过后 你就是我的大姨子了啊 宋青叔说完便躲到一边 盯着她了呵呵直笑 谁要当你大姨子 黄山女顿时羞红了脸 难听死了 这可由不得你 反正胡二和圆圆已经认定我了 宋青叔厚着脸皮说道 哼 他们现在只不过是年纪小美怎么接触过世面 等他们回到临安城 也不知道多少王孙公子 青年才俊等着他们挑选 你未免也太高估自己的魅力了 黄山女轻横了一声 宋青叔毫不在意的摇了摇头 我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那种地步 他们哪还会去找其他男人 想到那晚两个少女轻薄柔软的双唇 宋青叔便觉得小腹下面有一团火烧了起来 黄山女脸色为变 声音一下扬了起来 你对他们做了什么 宋青叔急忙伸手按住了她的嘴唇 沉声说道 近声 下面情况有变 黄山女转过头去 恶然发现晚医院的守卫仿佛中了斜一般 一个一个地摊倒在地上 怎么回事 无无 黄山女这才意识到对方的手依然按在她嘴唇之上 慌张第一把打掉她的手 宋青叔摇了摇头 我也不太清楚 这些人好像中了毒 难道是欧阳风来了 这个时候她忍不住庆幸完颜平被调走了 不然中了这种莫名其妙的毒 鬼知道会不会有危险 不对 不是欧阳风 黄山女看到一群黑衣人鱼灌而入 碰到稍微还有反抗力的侍卫见人就杀 一张翘脸不禁有些发白 第858章光彩夺目 这段时间她和宋青叔一直都是将完颜亮府中的高手当作家响笛 对欧阳风等人的特点当然研究得一清二楚 到了他们这种宗师级境界 是不屑于改头换面隐藏行机的 更别说打扮得像这些黑衣人一样 黄山女突然心中一动 回头看了看宋青叔 普天之下有这么高修为 却这么无赖 毫无节操的人恐怕只有这混蛋一个吧 宋青叔此时却无暇顾及她 注意力全在随后进来的那唇红齿白的公子身上 心摇白玉折扇 手指比扇骨还要白净 眉目间流转着女子特有的魅意 不是阔别已久的赵敏郡主又是谁 可是她为何会出现在金国呢 郡主的石箱软金散果然威力无穷 这一院子里的人全料到了 一向跟在她身边的玄民二老 不放过任何一个拍马屁的机会 废话少说 快把那些女人带出来 赵敏担忧地望了望外面一眼 本来按照她的计划 是将晚医院所有的人一网打尽 可没想到完颜平三人 不知道什么原因临时出去了 这意外的变数让她心中 升起了一丝不祥的预感 赵敏怎么在这里 黄山女也是一声低呼 当年在图师大会上 她也是见过赵敏的 宋青书摇了摇头并没有回答 只是远远望着那个娇艳的少女 一段时间不见 家人依旧光彩夺目 注意到她的眼神 黄山女顿时一阵不舒服 忍不住横了一声 别看了 人家可是张大教主的女人 宋青书哑然失笑 杨姑娘你这信息未免也太落伍了些 黄山女一脸疑惑 张教主和她郎才女貌 又互相倾心 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人 还能出什么问题 她突然脸色一变 你和她不会 这个时候赵敏的手下 已经控制了晚医院的侍卫 同时将里面关押的那些宋朝公主 都押了出来 黄山女再也顾不上猜测 宋青书和赵敏之间发生了什么 正准备动手之际 宋青书急忙拉住了她 再等等 现在时机未到 黄山女深吸一口气 微微地点了点头 她并非有永无谋之辈 刚才只是关心则乱一时冲动而已 被宋青书拦住了她 也就冷静了下来 回禀郡主 除了那些宋朝公主之外 老里面还发现了其他的人 听到属下的回报 赵敏淡淡地说道 全部杀掉好了 这下轮到宋青书急了 里面还关押着宋远桥他们呢 正要冲下去 却风水轮流转被黄山女拉住了 放心吧 宋大侠他们身上的烟脂 之罪我们早就替他解了 以他们的武功 赵敏手下那些喽啰伤不了他们的 宋青书这才想起 昨晚他就趁夜摸入了晚医院 解掉了宋远桥他们身上的毒 同时双方顺便沟通了一下 今天的一些行动细节 果不其然 很快屋子里便传来了黑衣人的惨叫声 赵敏脸色违变 怎么回事 回禀郡主 老里面有三个高手 兄弟们猝不及防之下吃了大亏 早有属下回来禀告道 对方什么人 赵敏眉头为醋 根据之前的情报里面应该没什么高手啊 就算有高手也早被晚医院用烟脂醉废掉了身上的武功 怎么还会有反抗之力 赵敏郡主 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 宋远桥三人已经趁乱杀了出来 待看清赵敏的样子 便忍不住想到当年万安寺被囚之入 几张老脸顿时不好看起来 宋远桥 认出三人的身份 赵敏也是一愣 郡主 这些手下败将合足挂齿 就由我们师兄弟将这几个牛鼻子擒下吧 全民二老见那些黑衣人不是宋远桥三人对手 急忙主动请英道 赵敏终于清醒过来 急忙娇持一声 都给我助手 黑衣人们听到命令急忙退到一旁 宋远桥三人不明所以也收起兵刃 不过却暗暗警惕防备 妖女 你到底耍什么花样 听到对方喊他妖女 赵敏绣没微微一跳 不过很快收拾好心情对他们三人娇笑道 宋大侠 我们这次不是为你们而来 说起来纯属误会 吴 这样吧 本姑娘也算与你们武当有救 看在那人的面子上 今天暂且放你们一马 英离婷文言一脸疑惑道 不是有传言你和吴继闹翻了麻 张松熙在一旁诡异的笑道 六弟 亏你还成亲了 两小情侣之间闹闹别扭而已 赵姑娘是聪明人 又哪会得罪我们这些未来长辈呢 赵敏顿时脸色一朗 张四霞 小心祸从口出 我与张吴继早已恩断一绝 这次也不是看在她的面子上 你不必胡乱揣测 宋远桥也是一争 不是看在无忌面子上 难不成还是看在我家亲书面子上 赵姑娘大可不必如此 我们武当派中人 绝不随意欠人恩情 他提到宋亲书也只是随口一说 根本没往那方面去想 哪知道言者无心 听者有意 赵敏玉甲为红 有些恼羞成怒地说道 你们管我看在谁面子上 究竟走还是不走 躲在树上的黄山女一脸惊叹地望着宋亲书 看得她心里直发毛 忍不住说道 你干嘛这样看我 黄山女悠悠地叹了一口气 我虽然已经知道你风流成性 可依然低估了你勾搭女人的本事 连赵敏这样的人物都逃不出你的魔掌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魔掌 宋亲书一脸郁闷 我说大小姐 你这是夸我呢还是损我呢 再说了 谁告诉你我勾搭上人家赵敏了 因为我没瞎啊 黄山女皱了皱鼻子 赵敏既然不是为了张无忌 那整个武当上下 除了你 足以让他看中的难道还是这些老头子吗 宋亲书心中也唯唯有些的意 嘴上却谦虚道 我和赵敏只是普通朋友 普通朋友 普通朋友 黄山女下意识挪了挪身子 我觉得我还是离你远点 不然一不小心像赵敏那样着了你的道了 哭都没地方哭去 只是我实在想不通 他当初和张无忌那么要好 为何会看上你 宋亲书没好气地说道 那是因为我能取人真操于千里之外总行了吧 关于张无忌的事情 他并不打算对他说 毕竟这件事和赵敏修期相关 没有得到他同意前 实在不方便说什么 黄山女被他的话弄成了大红脸 忍不住清脆不已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两人在树上打闹这回人功夫 下面的宋远乔对赵敏拱了拱手 多谢赵公养好意 不过我们还有葛不秦之请 赵敏注意到他们的目光 时不时扫到那些宋朝公主身上 心中已猜出了大半 忍不住横了一声 既然是不秦之请 那么不说也罢 宋远乔吃了葛闭门羹 不过他涵养极好 也不动怒 继续说道 能否请赵姑娘高抬贵手 放了这些女人 赵敏眉毛为扬 他还没说话 玄冥二老却不客气了 我说你们几个要不要脸 若不是我们郡主娘娘相救 你们还不得在这里 关到天荒地老 结果得救了不仅不向郡主道谢 还一个尽得寸进尺 也不知道这些年 在江湖上怎么混的 玄冥二老 你们说什么 张松熙可没有大师兄那么好的涵养 文言不惊大怒 描了一眼他手中常见 玄冥二老黑黑笑道 怎么 想打架啊 我们跟俩奉陪到底 够了 赵敏瞪了他们二人一眼 玄冥二老顿时像粘了的安纯一样退到一边 他这才望向宋远乔等人 本姑娘放过你们已经是看在那人面子上了 要我放了这些宋朝公主 除非那人亲自来求我 也许我心情一好 说不定会考虑一下 树上的黄山女忍不住撇撇嘴 伸出手指出了戳旁边的宋青书 莫 人家在想你呢 还不下去 宋青书摇了摇头 不行 完颜亮手下的人还没来 现在出去时机未到 对了 你带来的那些高手安排好了吗 借助裴曼皇后的令牌 我把他们安排在那里 只要得到我的信号 他们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冲过来 黄山女指了指附近一处偏店 希望他们武功不会太菜 宋青书笑了笑 和你比起来当然 当然菜了点 不过他们都是我们尖山书院精心训练的好手 对付其他人绝对够了 黄山女总觉得宋青书的说话风格非常特别和古怪 可是有时候她用的那些词语却非常形象 弄得她也忍不住学了起来 反正他们也只是些打下手的 宋青书不以为异地笑了笑 突然神情一速 来了 哈哈哈哈 老夫说今天晚医院为何这么热闹 原来是郡主大驾光临 一阵小声传来 听得院子中众人心头一阵 好深厚的内力 看到门口陆续出现的欧阳峰等人 赵敏心中顿时血量无比 难怪之前完颜平三人被调走了 原来完颜亮和我打着一样的目的 这么瞬间的功夫 他就将整个事情猜得八九不离十 赵敏忍不住瞪了宋远桥等人一眼 心想自己此番前来轻装减刑 就是为了打碗医院一个措手不及 若不是被他们及格耽误这么长时间 自己早就成功撤走了 第八百五十九章好色谷主 不过是到如今 再想这么多也是无用 赵敏很快收拾好心情 娇笑着说道 我当是谁 原来是欧阳先生 上次一别已是鼠月 欧阳先生风采依旧啊 我们这些老骨头 已是半截埋在土里了 活一天少一天 又哪比得上郡主这样风华正茂 欧阳峰带着一群人鱼贯而入 说话间手下已将赵敏的人 团团围在了中央 欧阳峰四处打量来了一番 忍不住笑道 这次姓宋的怎么没在郡主身边了 赵敏如花的笑页顿时凝滞下来 她又不是我什么人 干嘛要在我身边 树上的黄山女再次戳了戳宋清书 信念地说道 怎么好像所有人都知道 你和赵敏的事情 宋清书一脸严肃地答道 没办法 我走到哪里都是那么地耀眼 臭美 黄山女没好气 递毁了她一个好看的白眼 宋清书笑了笑 开始观察欧阳峰带来的那些人 那些制服统一一看 就是龙套的酱油 她第一时间就忽略了 剩下的值得注意的就三个人 除了欧阳峰之外 慕容伯也是老熟人了 另外一个却不是求千任 而是绝情谷主公孙侄 她唯唯一愣神便明白了其中的官窍 上回在开封求千任伤在了自己手里 没有几个月恐怕很难恢复 这回人肯定躲在哪里养伤呢 至于公孙侄 上次金蛇大会过后 也不知道怎么就被完颜亮给拉拢了 这个时候欧阳峰长笑一声 若是那位宋小友在你身边 老夫可能还会和郡主聊聊家常 可既然他不在 那么少不得刘骏主下来做做客了 赵明脸色为变 这次他进入金国为了隐藏行机 并没有带多少人来 算得上高手的只有玄明二老而已 若是只有欧阳峰一人玄明二老当然不惧 可欧阳峰身边还有两个同等级的高手 这就有些麻烦了 他不禁暗暗后悔 此番行动实在太过拖大了 本来速战速决 他能很快解决掉碗医院 看似有些冒险 实则竟在他掌握之中 哪料到完颜亮 居然也在今天对碗医院动手 全民二老从欧阳峰的话中感觉到了轻视 不经大怒 欧阳峰 由我们师兄弟保护郡主 由不得你们这么猖狂 大言不惭 欧阳峰冷笑一声 转身对慕阳峰说道 慕阳先生 我们速战速决如何 其实以他的修为 就算以一敌二要胜过 玄冥二老也没问题 不过玄冥二老也是顶尖高手 不斗隔百十招 恐怕很难分出胜负 而经国皇宫里的守卫力量 随时都会反应过来 他不愿意冒这个血 慕阳峰在海陵王府这么久 也听说过上次客栈中完颜亮 在赵明手中吃憋的事情 若不是中途杀出来了葛宋清书 恐怕就被蒙古人擒住了 这件事一直以来 被完颜亮视为奇耻大辱 如今正好赵明身边高手 只有玄冥二老 机会千载难逢 只要能勤拿下赵明 完颜亮必会给他满意的回报 欧阳兄 不如我们比一比 看谁先制服各自的敌人 慕阳伯云但风轻的笑道 完全没把玄冥二老放在眼里 好 那老夫就选入战客了 欧阳峰长笑一声 身形一闪便往入战客攻去 他自视极高 因此主动挑选了 玄冥二老中武功稍强的师兄 哪怕就是这样 他也笃定比慕阳伯先战胜对手 玄冥二老大惊 没料到他们说出手就出手 急忙挥动着各自的兵器反击 他们成名江湖多年 一般来说仅凭玄冥神掌便能独步武林 很少有人能让他们动用自己的独门兵刃 可是吸毒欧阳风名声在外 他们不敢拖大 一来便拿出了最强实力 见师兄被攻击 赫比翁下意识想上前助阵 可惜慕阳伯也攻到了他身前 他只好打起精神应对自身的危机 玄冥二老之所以能位居江湖顶尖高手 早期还能将棘九阳神功 前昆大摩一鱼一身的张无忌打成狗 除了张无忌对敌经验不足之外 他们师兄弟之间还有一套特别的合集之术 能发挥出一加一远远大于二的效果 因此面对欧阳风和慕阳伯的攻击 玄冥二老下意识靠拢 希望借助合集阵法来对付强敌 怎奈欧阳风和慕阳伯都是武林中最顶尖的人物 不管是修为还是实战 都可谓经验丰富 一眼便看出了二人的小算盘 因此非常默契地阻挡着二人 让他们始终无法形成阵法 陷入各自为战的泥潭 如此一来 玄冥二老很快就陷入了下风 赵敏看得秀眉紧促 心中焦急起来 一旁的公孙只贪婪地望着他的脸淡人 心中赞叹不已 没想到世上除了小龙女之外 居然还有如此绝色的女子 她虽然没有小龙女那么轻力脱俗 可是娇艳妩媚却更胜一仇 真是女人中的极品 见赵敏身边的高手被欧阳风他们牵制住 公孙只心中一动 自从我加入海陵王府以来 还没有力过胜麻功劳 不如趁此机会将赵敏秦柱 完颜亮岂不是对我刮目相看 她虽然很贪恋赵敏的美色 可是她有自知之明 知道以赵敏的身份不是她可以碰的 而且完颜亮一直以来 都对这位少敏郡主念念不忘 她如今既然听命于完颜亮帐下 又哪敢虎口夺食 只不过就算不能真的一轻方泽 可是趁秦拿赵敏的时候 摸遍她的全身还是可以的 公孙只心念一动 更是按捺不住 整个人便犹如大鹏展翅一样 往赵敏扑了过去 守卫在赵敏身边的手下 急忙冲上去想拦她 可是这些人又哪是公孙只的对手 只见她双手一扬 一手锯齿惊刀 一手黑剑 顿时犹如砍瓜切菜一番 那些黑衣人无意合之敌 赵敏安安恼怒 亏完颜庸还自夸这些都是她精心训练的武士呢 结果这么不堪一击 见对方离自己越来越近 赵敏知道今日失败已成定局 当机立断下令撤退 同时安排一群武士上前断后 妖女哪里走 公孙只哪能让主熟的鸭子飞了 手中金刀往天上一甩 利用黑剑上的雌性 将锯齿惊刀舞的像葛锋火轮一般 围攻她的黑衣人顿时犹如被割韭菜一般一茶一茶地倒了下去 公孙只宁笑一声 一个纵月 遥遥就往赵敏胸脯抓去 第八百六十章论辽机的自我修养 宋青书神情一动 正要出手相救 不过看到了接下来的场景 顿时一脸古怪地停了下来 原来眼见公孙只要抓到赵敏 鞋地里却伸过来一柄长剑 角度虽然不刁钻 却让他必无可避 公孙只只好放弃抓赵敏的打算 急忙回见自保 当公孙只站稳身行 看清了出手之人后 顿时大怒 我绝情谷与武当素来井水不犯河水 宋大侠为何坏我的好事 原来出手之人正是宋远桥 绝情谷和武当山都在襄阳城附近 双方虽然没有什么往来 不过公孙只依然认得出对方的身份 树上的黄山女语气古怪地说道 哟 公公就未来而喜了 宋青书一脸郁闷 别乱说 他不知道我和赵敏的关系 呸呸呸 我和赵敏压根就没关系 见他越描越黑 黄山女微微一笑 不管你和那位郡主有没有关系 今天这出戏是越来越好看了 说完就以一个极为惬意的姿势 已在树枝之上 摆出了一副纯属看戏的姿态 宋青书想说什么 这个时候却传来了下面 宋远桥不慌不忙的声音 公孙谷主 我们刚才受了这位赵姑娘恩情 总不能做事不理他陷入危险 实在有为狭义之道 公孙只闻言冷笑道 我对你们客气也不过是看在张三丰的面子上 你当我会怕你们不成 宋远桥眉头为皱 其实他并不想介入金国和蒙古之争 只不过碍于赵敏刚才占尽优势的情况下 选择放过他们 做不到看着他落入公孙志之手而已 大师哥 别忘了我们这次的墓地啊 张松熙这个时候走了上来 悄悄指了指不远处被控制的那群宋国公主 英离婷也劝道 我们力量有限 赵姑娘虽然与武当婆有渊源 可她毕竟是蒙古人 难道为了一个蒙古人 而放弃救那些宋朝公主吗 听到他们的对话 赵明冷声说道 你们武当派的人不必惺惺作态 本姑娘的安危不用你们操心 只可惜她话音刚落 玄冥二老就相继发出一声闷横 纷纷脸色惨白地退到她身边 一看就受了重伤 慕容博哈哈一笑 欧阳先生神功盖世 果然不愧为曾经夺得过天下第一的人物 他只在复兴燕国 对武林中这些名声反倒没那么看重 更愿意和欧阳峰这种顶级高手打好关系 更何况对方的确抢先一步胜过了路障客 他这番恭维倒也不是违心之语 欧阳峰也笑道 慕容先生家学渊源 斗转心仪用得出神入化 老夫也是极为佩服的 听着两人互相吹谎 公孙子心中暗暗撇嘴 不过这两人武功的确在他之上 他也不敢流露出什么想法 只好将郁闷撒到宋远桥等人身上 嘿嘿 这个时候你们也不必烦恼要不要救赵敏了 和他一起到我们王府上去做客吧 听到他语气中的威胁之意一于言表 宋远桥三人纷纷勃然色辩 还没来得及说话 便听到慕容伯也笑了起来 没想到三位居然还能从晚医院出来 也罢 就让老夫再捉你们一次吧 他们这几个宗师级高手投靠完炎亮的目的各不相同 欧阳峰是需要借助海陵王府的势力做一些事情 算得尚平等合作各取所需 求千任何公孙子两人品性就要不堪些 两人更多的是贪图荣华富贵 慕容伯和欧阳峰对此可谓是鄙夷不已 至于慕容伯本身 主要是为了复兴燕国 所以不惜尾声王府之中 此番利用宋远桥他们挑动少林武当大战 进而引起金宋两国开战的计划 很大一部分都是他推动的 而完炎亮是金国最活跃的对宋主战派 两人可谓是一拍即合 本来他是想将宋远桥等人秘密处死 可是金国高层不知出于什么考虑要求活捉 最后宋远桥等人被关到了晚医院 慕容伯也就没有了他们的阴性 如今见到他们安然无恙 慕容伯当然不愿意做事他们回到武当 以至长久以来的谋划功亏一篑 因为当初是被偷袭 再加上慕容伯蒙了面 宋远桥三人一开始并没有认出他的身份 如今听到他的话 不由又惊又怒 原来偷袭我们的是你 英离婷早已按捺不住 卑鄙小人 案件伤人 这一笔账我们也该好好算算了 说完便拔出长剑往慕容伯赐去 宋远桥和张松熙知道慕容伯武功深不可测 担心英离婷吃亏 急忙一起掩护上去 喂 你爹和他们打起来了 你不下去帮忙吗 树上的黄山女忍不住说道 宋卿书摇了摇头 上次我问过他们被侵蚀的情景 对方是偷袭再加上各个击破 正面对敌 他们三人联手 不在慕容伯之下 对于宋卿书来说 原著中武当七侠的武功实在是个谜 各种旁白都表示他们是武林中绝顶的高手 可整本书下来 武当七侠吃别的场景实在有点多 哪怕是后期七侠中武功最高的于连州 旁白将他吹得天花乱坠 又说周芷若如何如何根基不稳 本身修为远远不及他之类的话 可是却被周芷若打得狼狈不堪 若非周芷若看在张无忌面上有所犹豫 真是生死相搏的话 于连州早就死在他一开始的诡异攻击之下了 哪还有机会通过持久战渐渐扭转颓势 最后宋卿书也慢慢地琢磨出门到了 再圆着中武当七侠比不过那些有名有姓的顶尖高手 但是对于江湖中其他高手 依然是高山扬指的存在 整部以天中的高手排作次下来 武当七侠武功最高的于连州宋远乔应该能排十来名的样子 说他们武功不高 却能在整个江湖中排十几名 要说他们武功高 结果每次碰到的对手全是前十的顶尖高手 这就有些尴尬了 不过有比他们更悲催的 少年张三丰里 一季丰后其武功差不多能排到天下第四 结果每次都被天下前三的人胖揍 那才叫郁闷到死 宋卿书神游物外这回人功夫 宋远乔他们三人早和慕容博打得热火朝天了 不知道为何 欧阳风并没有出手帮忙 而公孙只更是一副看戏的姿态 宋卿书之所以能这么冷静地观察这一切 主要是因为他并非真正的宋卿书 而是一个后世穿越而来的灵魂 再加上辅役穿越就被武当派清理门户打得经脉禁断 搞出了一个地域及难度的穿越开局 因此他对宋远乔很难称得上有什么父子之情 更多的只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而已 以宋卿书如今的修为 自然能判断出双方的真实战况 他们几人毕竟是帝先级人物张三丰的清传弟子 一身修为非同小可 再加上师兄弟之间的正法加成 对上决顶高手慕容博也丝毫不落下风 甚至可以说他们三人合力理论上的修为 还在慕容博之上 只可惜武功一道绝非简单的加减法 三人哪怕在心意想通 也远不如一人来的挥洒自如 再加上慕容博的斗转心仪最善借力打力 以一对三不仅没有劣势 反倒占了不少便宜 真让他们一直打下去 50招以内 宋远乔三人会占据上风 50招过后 双反会战成平手 100招之后 慕容博就会确定胜势 武当三侠被慕容博缠住 公孙芷再也没了顾虑 黑黑笑着往赵敏逼去 赵敏如今身旁只剩下重伤的玄冥二老 欧阳锋自重身份 当然不会和公孙芷联手 只是在一旁冷眼旁观 见公孙芷越来越近 玄冥二老运起残余功力功了过去 只可惜他们二人被欧阳锋与慕容博重伤 那还是公孙芷的对手 没几回合 就被逼得显向还生 若不是猝十年的修为与眼力 说不定已经折在了公孙芷的 金刀黑剑之下了 欧阳锋在旁边突然开口说道 赵姑娘 你和宋亲叔究竟是什么关系 听到他的话 一旁正在苦战的武当三侠 不由面面相去 赵敏不是和无忌一对麻 怎么又和亲叔那孩子扯上了关系 关你什么事 赵敏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 欧阳锋笑道 老夫与宋亲叔那小子极为投缘 也算得上是妄言之交 如果你真是他的女人 我总不能由着弟妹被其他男人欺负 虽然这次不能放了你 可是我可以保证 没有人能欺负到你 哪怕是海灵王也不行 同样 宋大侠你也不必担心自己的安危 老夫看在宋亲叔的面上可以保你一命 不过张四霞英六霞可就没那么幸运哥 慕容博神色一动 继而哈哈笑道 欧阳先生既然这样说了 我也不会不给面子 等惠儿会对宋大侠手下留情的 他虽然心中有些不渝 可是也不愿意为了这点是得罪欧阳锋这样的高手 另一旁的公孙只却没这么好的偿辅 眼见主手的鸭子飞了 不游又惊又怒 欧阳先生 你这是什么意思 欧阳风淡淡一笑 公孙谷主不必着急 人家赵姑娘还没回答我的话呢